新興人類的生涯規劃 如初的先生文章 錄音帶低面 剛剛跟各位談了許多 有關於認識自己要怎麼樣成功 接下來我想跟各位談一談 一起來了解一下我們社會的一些現況 在我們社會的現況當中 我想分為下個幾點來跟各位做分析 第一個是我們現在的社會 是一個快速變化的社會 我想最簡單的一個方式 就是從電腦上面來看 前幾年286電腦剛剛出來的時候很了不起 386剛出來的時候大家很高興 現在電腦已經進步到686 686可能在各位聽這個錄音帶的時候 可能686已經落伍了 也許786886996都不一定 物質的方面是跟時間不斷在競賽 如果你這個時候還發明了386電腦 我相信一點價值都沒有 所以整個時代是快速的在變化 不斷在跟時間競爭 那我們要了解說 這個是這樣一個快速變化的一個時代裡面 不僅是物質方面的一個變化 包括觀念 也是產生很大的變化 你看10年前的一個價值觀 跟現在的一個價值觀 我相信有很大的不同 所以社會學家就把這個每10年一個重大的一個價值觀的變化 稱為叫代差 我認為說10年對現在的社會來講好像太長了一點 應該也許5年3年 因為太快速了 變化太快速了 人對於價值觀觀念想法有很大的不同 那人際關係就有功利化的趨勢 所以我們要很清楚的看到 人際之間 今天可能是朋友 明天可能就 也許變成敵人了 在法庭上 相互的告來告去也有可能 非常的功利 所以我們在這過程當中 我們要去避免 我們自己的人際關係是功利化的 我給你什麼 你給我什麼 是相互的 相互的 那我是覺得說 這樣的一個了解是很重要的 這個快速變化的時代裡面 每一個人的成功失敗 有時候都在一夕之間 譬如說今天你發明了某一樣東西 你可能取得了商機 得到這個販賣錢或銷售錢 你可能一夕致富 但是也有可能 因為你的判斷錯誤 因為你對市場的預估評断錯誤 你可能從千億萬的富翁 一夕之間 你可能一無所有 一無所有 所以我是覺得說在一個快速變化的時代 每一個人的命運 好像都很難質疑去操縱 第二個呢 很特殊的一個狀況 就是競爭激烈的一個環境 我們現在一個環境 每一個人都想要成功 有一次我去問一個小學生 我說你認為20年後 你的競爭對手會在哪裡 他跟我講說隔壁某某人 我說為什麼呢 他說我現在是第一名 他第二名 我們就一直在爭這個第一名 第二名 其實不要講了20年 也許講到三年五年 我們以前都認為說 我們認識的這一群人是我們競爭的對手 可是慢慢 國際之間慢慢變成一個國際化 現在我們要競爭的不是我們自己 國內或是我們自己同班的同學 或我們認識的這些人 而是要跟全世界所有的人口在做競爭 這是一個絕對會發展的一個方向 尤其現在資訊那麼發達 你隨便開電 一上網路就到美國 就到日本 就到任何一個國家 所以這國際化的一個過程當中 是未來一個趨勢 所以我們的競爭對手 已經不再是限於我們國內而已 甚至於已經到全世界 也許在過幾年變成全宇宙也不一定了 我沒有辦法去醫療的 只是說在一個激烈的環境裡面 我們要有一個認識 每一個人 每一個國家他們都想要成功 所以在這裡有很強烈的一個競爭 那在強烈的競爭底下 我們對自己的壓力的管理就是很重要 剛剛我們也有提到一些 一些關於這個壓力的問題 壓力的就是說 你怎麼樣用正當的壓力 讓你能夠成長 不要因為壓力 讓你產生神經質 甚至讓你病保了 那我覺得說這個就是一個負向的 怎麼樣讓壓力來幫助我們成長 這個競爭激烈的一個環境 也是擴大經激烈的這個激烈的層面 也讓我們能夠激發我們的潛能 能夠去發揮我們生命的功能 這才是一個正向的 那這個競爭激烈的環境 難免會有挫折 所以挫折容能力的培養是非常重要的 對威脅衝突危機的一個承擋 我們要有這樣一個認識 威脅 衝突危機隨時都會到來 而且是我們所謂想像的 什麼樣的危機都可能有 那更重要一點就是說 在這樣一個競爭的一個環境底下 現在你擁有什麼東西重不重要 並不重要 你不要以為你現在是一個台大的學生 你現在是一個建宗的學生 北印尼的學生 坦白講沒什麼了不起的 沒什麼了不起的 台大的學生不見得說你畢業一定會比別人優秀 一定會比文化大學的學生優秀 不見得 在這樣一個多 這個競爭激烈的一個環境底下 你現在擁有什麼不重要 而是說你在未來的一個競爭裡面 你是能夠取得你的優勢競爭能力 你在知識啊 在知性上面能不能長 是這個 是掌握到限制 我想這個才是很重要的關鍵 那第三個呢 這個社會是日趨多元化 分工業系 果跟果之間的那個距離啊 就越來越近 文化之間 文化跟經濟之間的差距就會越來越小 那每一個人的生活啊 就越來越國際化 就是 這空間 這空間的距離啊就越來越小 那在我們這個日趨多元化的社會裡面 其實有一項行業一定會在未來一定會有很好的發展 就是服務業 那服務業其實 講的比較簡單一點 今天你能夠給別人怎麼樣的方便 或者是能夠給別人怎麼樣的一個服務 你就能夠自己成立一個行業 那這服務業的項目應該是越來越多 不管是勞務也好啊 或是幫人家這個 這個花腦筋去想想問題也好 甚至於 做一些別人不想做的事情 這個都是能夠成為服務業 那以前我們在商場上 或在這個企業上面都講的 都是說今天我只要把東西賣出去 那在未來呢不是這個樣子 以前我們都是講說一次服務的價值 今天我賣給你東西 好像我們的關係就結束了 現在各位會發現一個趨勢 就是說賣東西最重要的 不是賣的這個 這一次賣 不是賣了之後的後面的服務 這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慢慢會有一個趨勢叫做 終身的服務價值 今天我賣你一樣東西 我對你來講是終身的服務 所賺的利潤是什麼 服務的利潤 不是賣給你東西的利潤 這是未來一個很重要的趨勢 所以我們在制定增壓規劃的時候 我們要了解這樣一個趨勢 服務業一定 以後是未來一個主流 那怎麼樣去服務別人 讓別人便利 而且是怎麼樣讓別人一輩子 我去服務他一輩子 你能夠服務他一輩子 你就賺他一輩子的錢 就能夠得到你 得到這個無可限量的利潤 那我是覺得說 這是我們能夠去設想的 第四個是 成功絕對不是靠自己 而是靠別人 在這樣一個多元化的社會裡面 每一個人都只是一個螺絲釘 所以現在要變成一個team 變成一個集團的一個努力 所以今天我們在班上的一個同學 我們怎麼樣去把他們結合起來 當作夥伴 未來工作的夥伴 甚至於未來研究 發展的一個好助手 我覺得這是很重要 所以交朋友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今天把我們的同學 能夠跟他建立一個很好的關係 待會我們會提到 怎麼樣去建立一個人際關係 你跟這些朋友 建立一個很好的關係之後 能夠集合眾人的力量 來努力一個目標 我覺得這是 這是未來一個主流 就好像我們台灣實際功德會 創造的這個 台灣另一個奇蹟 我們台灣有經濟奇蹟 那實際功德會 創造我們台灣的愛心奇蹟 慈善奇蹟 那這個奇蹟怎麼創造的 絕對不是靠正永法師一個人 而是靠著很多人的力量 一個月一百塊錢 一個月一千塊錢 集合眾人的力量 才能夠做到的 所以我們一定要很清楚的看到 一個人要在這樣一個社會裡面 你要去做一些事情 絕對不是靠你一個人的力量 一個人的力量是非常非常繁保的 我們一定是要靠別人的力量 那這個人怎麼來 待會我們來跟各位 再詳細的來談 那第三個想跟各位分享的是 我們怎麼樣來規劃一個成功的企業 我們講生涯規劃 最重要就是在談 怎麼樣跟自己訂立一個成功的企業 那我想先跟各位來談一談 成功有哪些條件 很多人講說成功就是要有協力 要有能力 其實我覺得這不是很重要 成功包括兩個方面 一個是實力 一個是什麼 人脈 實力包括什麼呢 就是資產跟知識 知識產 可能有很多人第一個想到就是說 財富 錢啊 當然在這個社會上 錢是不能少的啦 那很重要的一個是什麼 知識的資產 知識的資產 知識跟協力是兩回事 知識的資產就是在這個領域裡面 你有專門的技術 那這個專門的技術是你會 別人不會的 剛剛我們已經提過了 就是你有用一個核心的競爭能力 這個就是你的資產 你不見得有錢 但是你有知識的資源 資產 我覺得這個就是很重要的 這個就是很重要 那更重要 你有這個資產 你沒有辦法去發揮的 你必須要有人脈 必須要有很好的一個人際關係 這是很重要的 那我們常常在講說這個知識 我們不要去談這個資產 談錢的問題 因為錢啊 每一個人的基因不一樣 也許爸爸媽媽有錢 今天可能你的資產的實力就比別人好 那我們來談談知識的實力 包括哪一些 知識的實力大概會包括四個項目 一個就是一般的資能 一般的生活智能 這個我們不去談 第二個就是社會的一些技巧 跟人家溝通啊 相處的一些技巧 這個蠻重要的 還有一個呢 就是專業的資能 專業就是在這個領域裡面 在這個領域裡面 你不僅知道就好 一般人在講說 我知道我學過啊 知道跟學過 這個是不夠的 你不但要知道要學過 而且是要在這個領域裡面 你是頂尖的 你是最好的 我們對自己一定要這樣的 這樣的準備跟認識 你在這個專業的領域裡面 譬如說 講一個比較簡單的 譬如說這個通馬桶 抽這個 抽這個通馬桶 通馬桶這個專業技術裡面 你是技術最好的 或者說這個屋頂漏水 哇你對這個處理漏水啊 你在這個領域裡面 你是頂尖的 別人做不到 你都能夠做到 這就是專業的知識 你不僅要知道 而且會而已 而且要當第一流的 最頂尖的 那還有一個就是模值的技巧 模值的技巧 剛剛我們在核心競爭能力 我們也提過了 那這個知識跟財富 其實是相同的 一個人有 有這些知識的這個 資源的話 他就會擁有財富 因為知識創造財富 財富啊 運量知識 各位可能會想說 財富怎麼運量知識 我們台灣很多 大企業老闆 很多大企業老闆 他沒有時間讀書怎麼辦 要請人家讀書啊 然後把這個讀書的栽料 寫給他 那他 今天他有很多能力不足 怎麼辦 譬如說他英文不好 很簡單 他可以用財富 去彌補他能力上的不足 可以得到他應得的知識 所以知識跟財富 兩個是相通的 兩個是相通的 那第二個想跟各位談的是 一個人要成功 要有一個成功的生涯 必須包括兩個項目 一個是計畫 一個是實踐 哇 計畫 每一個人都很會計畫 每一個人都有很多的夢想 但最重要就是要去實踐 怎麼樣去達成我們的夢想 那這個包括有幾項 我詳細來跟各位分析 一個就是說 我們生活的環境是很重要的 今天你生活在什麼樣的環境 你就會交到什麼樣的朋友 所以第一個要慎選 我們的一個環境 跟交往的一個對象 你交到什麼樣的朋友 你就會成為什麼樣的一個人 因為成功的人 都跟成功的人在一起 會成功的人 他做到的也會跟著成功 所以怎麼樣去慎選 我們的朋友是很重要的 也許這樣講不是很合理 但是我想給各位一個建議 就是說 要去交跟 比我們能力更好的人交往 這樣我們才能夠學習跟成長 不是說能力比我們差的 我們不要理他 不是這個意思 因為跟我們能力 更好的一個人在一起的時候 我們可以從他身上 得到很多的激勵 可以從他身上 學習到很多成功的經驗 那第二個呢 就是基礎的資源 基礎的資源 剛剛我們已經提過了 就是人脈 人際關係 知識跟財富 那第三個就是要行動 那行動呢 可以分為兩種 一種是實際的行動 還有一個是假設的行動 各位可能會想說 怎麼哪有什麼實際的行動 跟假設的行動 行動就是行動 我們當有一個夢想的時候 我們要去假想 這個夢想怎麼去達成 好像自己已經 到達了那個目標 你去做想像 這個過程滿重要的 因為你不斷去做想像 你會發現說 很多的夢想是幻想 是做不到的 是不可能的 你不斷做篩限 所以我們不僅要實際的行動 而且我們要經常去假設 去想像 最重要的 因為我們這些努力 我們會創造了很多的機會 創造很多的機會 這個機會是很重要的 很多朋友都看到說 我失敗就是我運氣不好 其實不是這樣 一個人 成功跟失敗 當然跟他的運氣 跟他的機會有點關係 但是機會是因為你努力創造來的 不是天上掉下來的 所以我是覺得說 機會是可以創造的 是可以創造的 第三個我想給各位的建議是 學習成功者的腳步 一個人成功 大概包括五個條件 這個是我分析很多成功者的傳記 從他們這個傳記當中 分析出來的資料 分析出來的資料 包括五個項目 第一個就是說 這些成功的人 都有遠大的夢想 有合理的目標 有遠大的夢想 大概每一個人都有 但是能夠把遠大的夢想 構築在 建築在合理的目標上面 不是每一個人都做得到的 不是每一個人都做得到的 因為遠大的夢想 可能成為幻想 但是合理的目標 它就會變成一個理想 變成一個理想 第二個呢 失敗不會有成功之母 很多人就講說 失敗的時候安慰自己 比如說失敗為成功之母 王永慶先生 他就把成功界定一個定義 他說檢討才是成功之母 怎麼去檢討呢 我們要去搜集資料 不多方面的去做評估 在失敗之後 你能夠去不斷地做檢討 你才能夠走向成功之路 所以這些成功的人都是不斷地檢討自己 這是很重要的關鍵 第三個呢 這些成功的人都是很有效力 非常有效力的在努力自己 在應用他的資源 尤其是時間的資源 同樣一個時間裡面 我們剛剛已經提到 就是說在這個競爭激烈的一個時代裡面 我們是跟時間在做賽跑 做競爭 如果能夠在有限的時間裡面 做更多樣的突破 那我們就能夠創造更多的機會給我們自己 所以我們要把效率 效率 待會我們會跟各位談一下時間的管理 怎麼樣讓我們的時間用在刀口上 用在這個最有效力的這個上面 我覺得這個非常非常重要 這種規劃是我們成功很重要的一個關鍵 同樣的時間 同樣的生命六七十年 為什麼有人能夠成功 有人不能夠成功 就是怎麼樣善用時間 怎麼樣花回效力 這是關鍵 第四個就是 跟比自己 就是要跟自己 比自己更好的人做朋友 那這個 為什麼我這樣講 要再重複再提一次呢 就是說 譬如說 我們跟這個羊群 在一個羊群裡面 那你想 我們就會去學習到這個羊群的溫馴 但是如果我們跟一些精進凶猛的獅子在一起 我們就會去寫到這個獅子的凶猛跟精進 所以朋友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今天你交到什麼樣的朋友 就決定你未來怎麼樣的一個情況 你今天跟吸烟的朋友在一起 你不吸烟 我想都很困難 都很困難 所以我是覺得慎選朋友 而且要選比自己 比自己優秀成功的人當朋友 那第五個 這些成功的人 有一個很大的特點 就是享受工作的樂趣 工作是你自己心甘情願 要做的 不是為父母 不是為別人 要做的 他們在這過程當中不斷去享受工作的樂趣 如果工作你是為一份薪水 我相信你很難以有成功的一天 你要在工作的過程當中去享受它的樂趣 享受這個工作的成就感 那今天要成功就很容易了 那第四個成功的企業很重要的一個關鍵就是要全力以赴 去創造機會 剛剛我們特別提到的 一個人要有機會 不是天上掉下來 是要你很認真的去創造它 今天你做一樣東西 如果說我這樣做夠了 那你想要成功就很難了 當你認為夠的時候你要比做的最好還要更好 這樣你才有成功的機會 尤其是品質 很多人都認為說 一個工廠裡面的品質的檢驗跟管理是很重要 其實品質不是檢驗出來的 而是製造出來的 像人也是一樣 我們做任何一個事情 如果我們做出來的任何一樣事情 都是非常高品質的 非常高品質的 就是對自己有不斷的要求 雖然做好 但是我要比最好還要更好 這樣的一個要求 我們的品質就會非常非常的高 非常非常高 我的一個習慣就是 把每一件事情 都當作生命重要的轉捩點 一場演講也好 寫一篇文章也好 跟一個孩子談話也好 我就問我說 這個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生命的轉捩點 我就用前腹的精神去應付這件事情 那各位想想看 因為你非常專注 非常用心的投入 在這過程當中 你的收穫 自然跟別人不一樣 不要虛度時間 同樣一個時間裡面 你不用心 手一鬆 時間也是過去了 但是你很用心的去體會 很用心的去經營 這完全不一樣 我常在想 一個有才華人 是不寂寞的 那不寂寞不是等待別人來發現我們 而是很積極的來經營自己 很積極的去行銷自己 我覺得這是很重要的 很重要的 那在我們這個社會裡面 一個人想要成功 很重要的一個關鍵 就是要有創意的思考 那創意的思考聽起來很抽象 我想把它濃縮成很簡單的幾個重點 提供給各位參考 有創意思考的人 他有一個特點一定是正式問題 遇到了問題之後 譬如說這個遇到了一個危機 遇到一個危機之後 他會去找到這個危機的關鍵 到底在哪裡 而且去面對他不是逃避 因為危機隨時都會發生 而且任何的一個危機都可能發生 他不是去逃避危機說 哎呀我看看能不能躲起來 我不要去面對他 一般有創意思考人 面對了危機的時候 他不是說想辦法去逃避責任 而是去面對這個危機 想看看有沒有什麼辦法去突破 讓損害減到最少 讓能夠獲得利益能夠爭到最多 往往危機就是一個轉機 危機就是一個轉機 就是考驗一個人是不是有創意思考 讓人決定一切 當我們在檢視很多問題的時候 很重要的 不要只看到事情 只看到物 很重要要看到人 人在決定一切 能夠把人的問題擺平 所有的問題大概都能夠擺平 那第二個呢 所以有創意思考人 都很能夠把握重點 就是關鍵在哪裡 衝突的焦點在哪裡 解決的辦法 解決的辦法 到底在哪裡 那很多人 都認為說自己的才華很高 然後 遇到問題的時候就說 怎麼辦 怎麼辦 其實剛剛我已經提到說 人決定一切 如果你的意見 你的看法 執行的人 不願意去替你執行的話 今天你的辦法再好都沒有用 所以啊 把握重點 這個人的重點是什麼 我們要去凝聚共識 凝聚共識 但是我們只提供一個思考的方向 讓別人去思考 讓別人去決定 然後我們最後啊 试兩破千斤的 在後面推一下 就把工作做得很好 所以我們常常會講說 做事容易 做人難 你要跟人相處是很困難 但這個地方 要我們用心去體會 因為所有的事情的關鍵 就是在人上面 能夠把人處理得很好 很多事情 就會變得很容易 那第三個 我們要培養我們的創意思考 很重要的關鍵就是 我們也要有習慣去化妄為簡 去分析 去分析 每一件事情 每一個問題 我們都能夠 比照這個企業管理 他們的一個模式 去做一個魚骨頭 這樣的一個圖 一個問題 我舉個例子來講 可能比較容易一點 比如說 我們遺失了一件重要的文件 那怎麼辦呢 我們就把 遺失這個重要文件 我們依照時間 地點 人 事 著象來做分析 什麼時間 這個公文還看到 接下來下一個時間 就不見了 我們不斷去分析 在什麼地方看到 什麼人接觸過 然後這個文件 涉及到什麼樣的事情 我們這樣去分析的時候 就很容易能夠去把這個 遺失的文件去找出來 這種化妄為簡 能夠把一件事情 這個 很複雜 毫無頭緒的 能夠讓它變得很有條理 譬如說我們要辦一個活動 那我們就用一個時間當主軸 每一個時間 這個時間的過程當中 有什麼事情 那把人跟物結合在一起 什麼人去做什麼事情 然後 什麼東西 要準備什麼東西 你看 這樣辦一個活動就很簡單 很多人就 哇 忙著團團轉 不知道在忙什麼 那這個化妄危險 就是能夠讓 花揮時間的一個效率 那最重要的 要好奇 要強烈的好奇心 跟企圖心 小時候啊 我們經常會去問 為什麼 為什麼不 那現在我們 長大之後啊 我們經常找很多理由啊 遇到什麼問題 我們就講說 因為 所以 我們找了很多理由去躺在 所以我們要恢復 我們在小孩子時候的這個好奇心 我們要經常去問 為什麼 為什麼會這樣 為什麼不可以那樣 那 我很喜歡的一個思考方式 就是說 遇到的事情的時候 我經常問 除了這個方法之外 其他的方法可不可以 為什麼不可以用其他方法 譬如說我常常常常會去嘗試很多的 新的方法 我今天開車出去走這條路 我回來的時候往往不走這條路 我想說 欸 我試著別的別條路走看看 因為我不斷的去嘗試 我有好奇心跟企圖心 所以我經常會找到很便捷 很好走的路 這個是關鍵 那在最重要的一個一個關鍵呢 也是創意思考的一個一個主要的一個主軸 就是要以種不同的思考 一般創業 一般那個創意思考 有四個境界 第一個是別人沒有想到 你想到的 第二個境界是別人想到 但是還沒有做到的 第三個呢 是別人想到 但已經做了 不過做得不好 那第四個是別人想到 也做得不錯了 你加入去做 這四種境界 會讓我們有不同的 得到不同的效果 當然 第一種境界是別人沒有想到 我們想到 這就是一個發明加碼 所以我們做起來 效力各方面都會展現得很好 那這個就是要靠的 就是要創意思考 怎麼樣去逆向思考 別人都這樣想 你逆回來 反過來 這樣想 那我是覺得說 往往我們會得到 很多不同的答案 那這個不同的答案呢 往往就是解決問題啊 很獨特 很有效力的方法 所以要不斷地去嘗試 不斷地去思考 我覺得這是很重要的 那一個贏家 一個成功人的策略有什麼 除了這些以外 最重要我們要懂得去分享 分享我們的心得 分享我們的成就 分享我們的榮耀給別人 還最重要 我們要懂得 愛跟關懷 我就發現很多成功的人 最重要 他對這個社會 有一份關懷 有一份愛 這是我們生命的過程當中 不管我們做任何一個規劃 我們絕對不要忘記了 對別人的愛跟關懷 絕對絕對是我們成功 最重要的關鍵 幫幫忙 好 對 、 earthquak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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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卢苏伟 今天想跟各位谈一谈两性关系 谈到两性关系 各位年轻朋友可能第一个想到说 是不是要教我们怎么样交男女朋友 我想这个蛮重要的 但是我们想今天的主题 不是在教各位怎么样交男女朋友 而是怎么样来认识男女朋友 因为这个蛮重要 是人生过程当中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过程 在谈这样一个主题之前 我们先来认识几个重要的观念 第一个就是每一个人在成长的过程当中 都需要有情 这个朋友跟男女朋友都是有情之一 每一个人都需要朋友 朋友给我们的是温暖 是支持 也是鼓励 所以朋友是很重要的 那当然朋友不是每一样东西都好的 任何人都可以成为我们的朋友 但是我们要提防的是什么 朋友的一些缺点 或者一些不好的习性 我们会受到感染 所以这是蛮重要的 我们可以交任何一个人为朋友 但是我们却不要去感染到 朋友的一些不好的习性 因为我们经常跟这些朋友相处在一起 每天腻在一起 朋友的说话 朋友的一直一挤一动 朋友的一些习性 可能都影响到我们 我们在交朋友的过程当中 我们要有所骑舍 我们跟他在一起 因为他有一些优点 有一些长处 但是不是每一样东西都是好的 不是每一件事情都能够做得很好的 这样我们才能够去包容朋友 他一旦做出了不好的事情的时候 我们也能够接纳他 也能够跟他继续的相处 因为友谊 他会滋入我们的生命 但是却不要因为朋友 让我们做出违背法律 或做出伤害我们自己 或伤害我们家庭的事情 因为这是很重要的 那第二个我想跟各位先谈的是 友谊是双向的 朋友是互相关怀跟温暖 不是单向的 单向就是救济 就是布施 那友谊是相互的 我们给别人 别人也给我们 所以这是很重要的 那这个最重要的是什么 我们期望别人伸出友善温暖的手 最重要的 我们先要懂得怎么样伸出友善温暖的手给别人 怎么样去满足别人的一些需求 别人也才能够满足我们一些需求 但是不是跟各位说 为了交朋友 我们就要委屈自己 去复合朋友 不是这个样子 因为朋友相处是相互的 不是牺牲我们自己去复合朋友 不是这个样子 而是说 朋友有一些需求 有一些需要别人协助的 我们要尽我们所能的 去协助朋友 而不是像一般江湖道上所讲的 为了朋友两肋插刀在所不起 绝对不是这样 而是有所启舍的 今天为了朋友 要做的事情 绝对不能够伤害我们自己 如果伤害我们自己 这也不是朋友之间所应该的 因为你今天做了伤害自己 去帮助他的事情 明天他有可能 或者说我们也会要求他 去伤害他自己来帮助我们 我是觉得 这不是朋友相处之道 因为朋友相处之间是互相的 是相知相惜 我们带着一个爱惜的心 带着一个关怀的心 去关怀对方 我们跟朋友相处 绝对不希望朋友受到伤害 是不是 再来我们想谈一谈 朋友跟男女朋友的不同 很多人说 他是我的朋友 但是不是男女朋友 是女的朋友 我不是女朋友 他是男的朋友 我不是男朋友 这个让我们很疑惑啊 男女朋友到底有 这个之间有什么不同呢 朋友跟男女朋友 有什么不一样呢 想更明白一点 这个情人跟朋友之间 有什么距离呢 我想朋友是独立的 是自由的 你要是很开放的 你可以去接纳很多别人 但是你也可以去拒绝 别人的一些往来 但是男女朋友啊 这些情人 可能就不是这个样子 男女朋友之间的相处 可能是很自私的 有没有人教男女朋友说 诶 这我女朋友 欢迎大家来跟她交往 欢迎大家来 教她当女朋友 我想这样是很少的 所以她是独享的 她是自己拥有 就不喜欢别人来拥有 但男女朋友之间 各位发现一点 也是在控制的 是控制 在控制对方的 希望对方是很忠诚的 希望我们是对方唯一的 唯一的 那既然谈了男女朋友啊 我们就来谈一谈 恋爱的症候群 既然交了男女朋友啊 有一些症状啊 就会出来了 那叫症候群啊 就是很多了 我一一来跟各位说明 如果当到有一天啊 我们看到一个人 让我们脸红 让我们心跳加速 让我们很不自在 或者讲话 我们就故意很高亢 哇 讲到讲得很大声 或者是每次看到这个人 我是想尽办法 想把自己最好的一部分啊 秀出来给他看 或者我们没有什么好的部分啊 也许我们会耍宝 会作怪 我要告诉你 你已经爱上了这个人哦 你已经开始在喜欢这个人哦 你已经很在乎他的看法 在乎他对你的这个注意 甚至于你在吸引他的注意 这个就是大家所讲的 你对他来电哦 这个来电之后呢 可能就有一些行为 我们对一个人啊 从这个来电之后 开始会迷恋 迷恋这个人 那迷恋 从这个来电 进入到迷恋的一个阶段 他会有什么样的激动 会有什么样的一个现象 就是我们会对我们自己 不太了解的人 我们刚开始认识一个人的时候 我们对这个人并不是很了解 但是我们都会把他理想化 我们可能把他想得非常的高雅 非常的完美 想得非常非常的好 我记得有一次 有一个 我一个男的 这个孩子嘛 来告诉我说 老师 我到前几天才知道 说我的女朋友会放屁 我听起来 我们听起来都觉得蛮有趣的 女朋友是不是人 他当然会放屁 可是他把他想得太高雅 太完美了 他说奇怪 他竟然会放屁 这个就是有点理想化 把他的女朋友 变成一个神话的一个人 然后就容忍他 我说他放屁 你是不是就不喜欢他 都没有啊 放屁虽然很错 可是我觉得还是蛮不错的 都能够容忍他的一些缺点 这是一个 迷恋一个人的过程 那我们就看到啊 有很多人对偶像也是这样 他想得非常非常的完美 认为他的好 是世界上最好 认为他的美 是世界上最美的 尤其很多朋友 会告诉我说 有没有一见钟情这件事情 其实他在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就知道他对某一个人 已经一见钟情了 那一见钟情可不可能呢 我想大概都很有可能啊 只是一见钟情 是不是要成为终身见数啊 这有很大的距离啊 当我们看到一个人的时候啊 我们觉得很高兴 尤其是跟他两眼相对的时候啊 哇 那个非常愉快的感觉 能马上啊就被这个爱情啊 充分了头 我常常问这些 这些沉溺在这个恋爱的人 我问他说 你对于你这个另外一个男女朋友 你的想法是什么 我发现说啊 他有很多很多无数的幻想 就想说啊 以后啊 我们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其实恋爱的过程当中 这些恋爱的人 就会花很多很多的时间了 沉溺在幻想当中 幻想两个人啊 很美好的一个未来 那这个未来是不是会发生呢 并不知道 那有很多单恋 单恋啊 单恋的情况呢 也是这个样子 别人喜不喜欢你 并不知道 人家是看你一眼 然后你就很多的幻想 就是说 他喜欢我只是没说而已 啊 他是爱在心里口难开 那这有很多很多的幻想 或者是说啊 把电影跟联系剧 很多的对话跟情节啊 用在我们跟我们的男女朋友 相处的过程 啊 就想象说 我们是其中的 这个男主角或女主角啊 我们就 在这相处过程当中啊 最常见的就是小题大作 啊 发现了一个 这个某一个女孩子 跟他的这个男主角啊 在打招呼 或者说啊 这个 偶偶花 接到一张来路不明的电话 或看到了一张 这个来路不明的信件 啊 就开始有了这个 这个恐惧啊 这个第三者的介入 或者说嫉妒啊 这些情节出来的 那最重要的就是说 我们在恋爱的过程当中啊 有一个现象是什么 感觉功能失调啊 我常常问这些 在恋爱的人 我说你喜欢他吗 各位知道答案是什么吗 说我不知道耶 那我说 你对他有什么感觉呢 其实大概只有两种 两种答案啊 也没有什么感觉 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 我觉得蛮快乐的 就是这样耶 那我们就觉得说 好像他其他的感觉都不见了 怎么跟他相处这么久 然后看到你这么快乐 这么甜蜜 怎么只有快乐不快乐 这两个观念而已 其他的都没有了 这个就是 在恋爱的人啊 很多感觉的功能啊 会失调 那再来啊 我们会发现说 在恋爱的人啊 对于痛苦啊 有高度的容忍性啊 我们在电影里面 我们经常看到 那些男女朋友 一吵架之后 那个男的一方 或者女的一方啊 就会在大乙当中淋浴 或者是说啊 然后就跑到高楼上面啊 然后去演奏小喉叭 或者拉小提琴 或者是去折子贺啊 折什么东西啊 折个几千只几百只啊 来感动别人 希望借着这个受苦的过程当中啊 让别人啊 来感动 其实我常常在想说 这些人对痛苦 有这么高度的容忍性啊 如果花在其他地方的话 他一定会成功的 只是花在这个 追求男女朋友的过程当中啊 可不见得会成功啊 不见得会成功 那很多男女朋友 在相处的过程当中 他很辛苦在追求 那追到时候 是不是一定会很珍惜 他呢 不见得 不见得 这待会儿我们再来跟各位 分享一下这个过程 分享一下这个过程 接下来我们想跟各位谈一谈 男女之间啊 不同的差异 跟不同的感受 其实男孩子跟女孩子啊 在感觉上 在各方面都有很大的不同 一般来讲的话 男孩子都比较重视感官的刺激 会比较冲动 比较直率 有责任感 然后 比较会见义勇为 那女孩子呢 比较重视感觉 比较重视这个事情的过程 比较敏感 比较多愁善感 比较温柔 比较依赖 那有人说啊 对性的方面 男孩子是因为性的需求 而有爱情 那女孩子呢 是因为有爱情之后 才奉献的性 这句话对不对呢 我也不是很清楚 不过我觉得蛮有道理的 因为男孩子跟女孩子的感官 是不一样 那个感官的 那个刺激是不一样的 男孩子很重视 我是感官的刺激 所以 你看那个色情 色情影片里面 大部分都是以男性为诉求 都是演给男孩子看的 都是演给男孩子看的 现在听说 也有一些色情片 是演给女孩子看的 我就不知道的 因为在我们心理学上 来看的话 女孩子比较不重视 那些感官的刺激 他比较重视的是感觉 相处在一起那种 很好的感觉 很好的气氛 所以女孩子 大概很喜欢你送花给他 送一个很温馨的礼物 让孩子觉得说 这个好像没有什么 送花 让费这个钱干什么 最好是折线 很不实际 那男孩子很重视 感官的刺激 大概青春期的孩子 可能都有机会 去偷看色情影片 邀你的女朋友 一起来观赏的时候 你一直希望他会喜欢 那你就错了 因为女孩子是不喜欢这个 男孩子喜欢这些 感官这些刺激 但是女孩子 他重视的是感觉 他觉得说这个刺激有什么 看起来很恶心 很讨厌 不是他性能感 我是说这是男女之间的差异跟不同 那我想就我在辅导 这些年轻朋友的过程当中 我想举几个例子 来跟各位分享分享 有关于两性之间的一些故事 首先我想跟各位来谈一谈 丹念 丹念 我相信每一个人 都有丹念的经验 我有没有 当然有 在我成长的过程当中 坐车也好 等车也好 或者偶然的聚会也好 或者是 那时候同班同学 有女同学的也好 或者偶然 下雨天 帮没有遗伞的女孩子 撑个伞 我都觉得心里面会有 很多激动 很多不平凡的感觉 这个是很正常的 一般我们在电影情节里面 爱情故事都是怎么开始的 这个女孩子掉的东西 然后男孩子就帮他捡起来 或者说 男孩子忘了 这个钢笔 或忘了这个皮包 忘了这个书本 那女孩子给他送过去 或女孩子忘了遗伞 或掉落的手帕 男孩子把他送过去 那这个就是爱情故事的开始 那我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啊 我们会经历 无数次的丹念 丹念好像是很大的遗憾 我常常讲说 好可惜哦 没有留下他的姓名 没有留下他的柱子 没有留下他的电话 其实不要遗憾 我们成长的过程当中 我们都会经历到 非常非常多事的丹念 我记得有一位作家 他是这么说的 他说 我们上了公车 看到一位很帅的男孩子 看到一位很漂亮的女孩子 我们暗暗的去喜欢他 欣赏他 其实我们就经历了一次恋爱 但是当我们下车 或者这个男孩子 或女孩子下了车 对不起 恋爱也结束了 我们人生当中 都会遇到无数次这样的 让我们感动的感觉 其实我们要很严格的 把他说神是恋爱嘛 我想也不大需要 我们就把他认为说 我们去欣赏这么一个人 像欣赏一个上帝的杰作一样 其实我觉得就够了 去经历那种感觉 那种感觉 其实蛮温馨的 蛮好的 我想不管我们年纪大 或年纪轻 这种感觉都会存在的 都会存在的 所以丹念 我们要把他认为 一个很平常的事情 也许我们的父母亲 虽然结婚了 但是他会偶然的机会 去看到一个他喜欢的男孩子 或者女孩子都有可能的 所以这个我认为说 这是很正常的 我们人生的过程当中 所谓经历的 无数的丹念 所以遇到我们丹念的时候 我们也不要急的 想要去让他 有继续的结果 我想说 等待一个能够 去表白的机会 我想都不需要这个样子 如果他有结果的话 这个机会会再来 如果没有再来的话 表示这个丹念 这个恋爱就结束了 接下来我想跟各位谈一谈 很多人 在谈恋爱的过程当中 都会遇到一个情况 叫失恋 在谈其他情况的过程 我想先来谈一谈失恋 因为我自己就有这样的经验 我在当地的时候 我相恋六七年的一个女朋友 就化身兵变 当时我非常非常的痛苦 痛苦到最后想到 哎呀算了 这个考试考不好 连女朋友都跑了 怎么人生会这么悲惨啊 那我就很难过 那段时间啊 就喝酒啊 就跟朋友去 痛快的去玩 但是后来我去想说 哎呀 其实也不需要这个样子 因为我们的一位医官啊 就跟我讲说啊 他的试炼经验 他说啊 那个时候他都认为说 他的女朋友是那个 杀 那个杀利当中的钻石 亮晶晶的 让他那么名贵 让他那么欣赏 后来他去想清楚的时候 他才发现说 原来他只剥杀利当中的 那个脆玻璃 而不是钻石 什么是钻石呢 他化悲愤为力量 好好去努力自己 后来他考上一些 他觉得说还好没有娶他 我还好已经跟他离开了 或者的话 那今天呢 也不会有这么好的结果 我来分析一下 这个失恋 有哪一些症状 有哪一些情况会发生呢 失恋的人啊 很可能会贬义自己 哎呀 我就是这么烂 我就是这么不好 或者你看 他为什么会离开我去 去爱别人呢 那另外一种人啊 会洋洋得意 你看 他不爱我 他以后一定会后悔的 这是两种相对的一个情况 一种是不断的贬义自己 一种是不断的膨胀自己 你看 我这么好的人 他都不要啊 他这辈子一定会后悔的 然后啊 就有很多的那种 夸张的言啊 夸张的动作都会出来 那有些人呢 会挑剔自己啊 说你看 我就是瘦啊 我就是小啊 你看我个子这么矮 所以我女朋友不喜欢我 如果我是180公分 我的脸啊 是帅一点的话 我的朋友就不会怎么样 你看我就是因为长青春兜 所以我怎么样怎么样 那有些人呢 就是不承认自己做错的事情 就讲说我都没有错 都是我女朋友的错 都是他不好 这是两个相对的情况 一个是不断的找自己的缺点 找自己的错误 一个是啊 我说我根本都没有错啊 是他错 是他不好 所以才离开我的 那有些人呢 会不去了解自己 然后就 就讲说 这个其实我也没有什么不好的 为什么他要离开我呢 你想一想啊 你看像我这么体贴 这么温柔 这么 这么对 对待这个女朋友 这么好的人啊 世界上已经找不到 找不到几个 那不过相对的啊 有一些人就会过度的 这个反省 就跟我说 从这个一开始 每天都是重复 他们一见面之后 他不断的在想说 哪一个过程当中 哪一个螺丝到底松掉了 或者他的这个男朋友 为什么会离开他 或者他女朋友 为什么会离开他 这也是两个极端 一个是不反省 一个是过度反省 那再来呢 还有一个是 刚刚我也讲过 挑剔自己的外表 我这边长得太瘦了 我这边长得轻身的 我就因为手太短 或者我自写得太丑 或者怎么样 那有些啊 就是过度虚荣 你看我家这么有钱 你看我成绩那么好 他不爱我啊 是怎么样怎么样的 一个损失啊 以后啊 他一定会后悔 他一定会回头来爱我的 那还有呢 最常见的一个状况 是什么 企图挽回一切 刚刚我有讲过了 很多男孩子啊 这个其实这是很极端的啦 失恋的时候 带着一桶汽油 或者是带着一个瘤酸 企图啊 去挽回一切 如果你不爱我的话 我就跟你同窥一尽 或者是说啊 折磨自己 让对方感到痛苦 如果啊 你不爱我 我就去酗酒 我就去吸毒 我就去堕落 然后让对方痛苦 企图去感动对方 其实这都不是很好的 都不是很好的 像我自己的一个感觉 我都非常的感恩 还好 那时候我失恋了 我才有机会去认识 现在的太太 如果当初没有失恋了 哇 我爱的那个女孩子 现在变成我的太太 我相信我一定很后悔 因为以前以我那个观点来看 她是最好的 可是隔了十几年 二十年之后 我就发现说 其实她并没有什么好的嘛 并不适合我 现在的太太 才是最适合我的 所以那个最闪亮 最光辉的钻石 往往是在后头 你一直等到 你找到跟你结婚的人 你才会发现说 以前那个失恋 都是老天爷 冥冥当中安排的 因为它根本就不适合我 或不适合我 其实有很多人 会正好反过来想 他结婚遇到挫折的时候 他会想说 你看 当初我如果不要失恋 娶的是某某人 或是嫁的是某某人 我今天就不会这样了 这个想法都是不对的 都是不对的 我们在失恋的时候呢 我们能够去了解 这是每一个人啊 都会毕竟的过程 不信你去问看看 哪一个人是初恋之后 跟他结婚的对象 就是初恋的情人 这个很少啦 这样的情况很少 一般来讲说 经过无数的恋爱 无数的失恋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 去学习去成长 去了解自己 最需要的是 什么样的类型的人 接着说 怎么样类型的人 是最适合我们的人 所以当失恋的时候 我们要学习去面对他 面对他 然后要对过多的幻想 给澄清 很多人很难忍受是什么 因为他在恋爱的过程当中 想到非常非常 很多美好的未来 就这些美好的未来 没有一样可以实现的 所以当我们失恋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很理性的分析 那些都是我们一厢情愿的想法 而不是真实的 而不是真实的 最重要的 要懂得化悲愤为力量 我觉得我今天之所以 能够考上大学 有机会去大学读书 我觉得跟我的失恋 有很大的关系 因为我失恋了 我就听我医冠的话 我要去当沙利当中的钻石 我不要当翠玻璃 我一定要让他知道 我是那么好 那么优秀 让他认为说 撕掉我是他的损失 是他的损失 所以这很重要 所以当我们失恋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化悲愤为力量 给自己正向的鼓励 告诉自己 我们要当那个沙利当中的钻石 闪亮亮的钻石 而不是翠玻璃 如果我们培会 我们失望 我们折磨自己 其实就是让对方更肯定他们 他的想法 他抛弃我们 是理所当然的 因为你看你就是这么烂 就是那么差 就是那么不好 是不是 所以我们不要被人家看跨破 不要被人家看坏了 我们要把这样一个情境 能够转为正向的激励 给自己最大的鼓励 然后好好的来努力自己 告诉各位好好努力自己 不是说好好在去追第二个男朋友或女朋友 我想不是这样 而是记起这次的经验 当我们在交另外一个男朋友 另外女朋友的时候 我们能够把我们的 这个幻想能够捡到最低 能够很实际的去跟对方交往 不要一厢情愿地投入了很多的感情 我想这个都不合理的 都是不合理的 所以 失恋是很正常的 每一个人都会失恋 每一个人都曾经经历过失恋 那失恋之后 你怎么样去整合自己 让自己重新出发 那才是更重要的 更重要的 我想 下面想跟各位谈的 有几个比较特殊的问题 比如说同性恋 很多人会对同性恋的人 非常的鄙视 非常的瞧不起 其实在我们做辅导工作的人 想法不是这样 尤其现在AIDS 这个艾滋病流行的时候 同性恋更是被人家歧视 可是我的感觉并不是这样 因为同性恋事实上 有他们不得已的苦衷 因为每一个人在生理上 都有一些异性的 遗留的器官 男性有女性退化的器官 女性有男性退化的器官 所以基本上 人是异性恋的 但是都有同性恋的一些倾向 只是它是明显 还是比较不明显而已 那同性恋的人 是不是他们愿意去同性恋呢 其实不是这样 往往同性恋跟生理上 有很大的关系 还有呢 就是在成长的过程当中 他们对性别的认识 发生了错误 所以基本上同性恋的人 他是很痛苦的 他们自己也不愿意 是同性恋 他们希望能够很正常的 来跟别人相知相爱 所以基本上 我对于同性恋的人 我是抱着一种比较悲悯 比较同理的心来看他们 他们是不得已的 其实他们也没有什么不好啦 同性恋又怎么样呢 他们去做这样的一个选择 他们有他们的苦衷 但是这是他们的权利 所以我们要支持他们 有这样的权利 不要用一个犯道德的眼光 犯道德的角色去看他们 他们这是不道德的 同性恋跟道德有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嘛 因为他没有侵犯别人 也没有伤害自己 艾滋病跟同性恋 不能够化成等号的 艾滋病比较容易得 同性恋比较容易得艾滋病 但是不是每一个同性恋 都有艾滋病 我想这个大家要很清楚 因为这样的话 我们对他的包容 才能够更宽 我们才能够有更大的一个空间 去接纳他们 我想我们休息一下 我们等一下再来继续谈其他的话题 点灯 等下来继续谈其他的话题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三角关系 这个在我们交往男女朋友当中经常会遇到的 我们的男朋友或是我们女朋友 跟另外一个人走得很近 或者他爱到了另外一个人 那我们怎么办 这是在我们感情交往的过程当中 经常会遇到这样的一个情况 因为我刚刚一开始的时候 我已经讲到男女朋友当中是独占性的 是不能够跟别人分享的 所以不能说我的女朋友 没关系 他有越多男朋友越好 其实我觉得这样的人并不会太多 并不会太多 所以当我们在男女朋友交往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觉得说这种情况是很正常的 不光我们也好或者对方也好 在结婚之前 我们都有很大的决定 选择的空间 千万不要给对方压力 所以你既然喜欢我 你怎么可以去喜欢别人 我希望你喜欢是他的潜力 不要把这个看得太严重 甚至也把这个承诺看得太重要 尤其是男孩子最喜欢给女孩子承诺了 我说哎呀 这个山门海誓怎么样怎么样 我只爱你一个人怎么样怎么样 这些承诺 其实都不用太在意 不用太在意 因为那是在两个人交往的过程当中 那个情境营造出来的 是不是实话不知道 在当时那个情况 我相信一定是实话 事后我就不知道是不是 是不是实话了 所以我是觉得说 我们在交男女朋友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 一定要心理准备 一定要容许对方 有机会再去做选择 有机会再去跟别人交往 因为这个样子 我们才能够更客观的 他选择到我的时候 他是经过比较的 经过思考的 而不是一厢情愿的 很主观的 那我觉得说 我们以后在发展的过程当中 结了婚 那这样的婚姻会比较稳固一点 所以我们的男朋友 我们的女朋友 去交另外的朋友的时候 我们要鼓励他 要鼓励他 如果他回来再爱我们的话 或者他选择我们的话 表示我们很适合他 如果他不选择我们的时候 我们要很高兴地祝福他 因为我们并不适合他 那我们在社会上看到很多有关于外遇的问题 好像有夫之妇啦 或者有妇之妇啦 这样的一个三角关系 其实我认为说这个都不应该的 这个都不应该的 我们都把它想成很浪漫 外遇好像很浪漫的 其实外遇是一种奸情 是犯罪的 在法律上是犯罪的 外遇是一种奸情 所以我们认为说这个就不应该的 但是在结婚之前 人人有希望 各个没有把握 每一个人都有选择的空间 那接下来我想跟各位谈的是 万一我们爱上了一个 我们不该爱的人怎么办 这个很多 我在辅导这些年轻朋友的时候 他常常跟我讲说 老师啊 我爱上了我教我国文的这个女老师 我爱上了某一位老师怎么办 我爱上我的阿姨 爱上我的施葬 爱上了我的表兄妹 这个继母 这个怎么办呢 其实我认为说 很多青春期的年轻朋友 都会有这种情况 因为情窦初开 看到某一个人对他特别的关心 他就把这个关心当作是爱 我刚才也特别提到了 因为我们年轻人嘛 有很多的幻想 我们会自己想说 哎呀 这个 他对我这种感觉 是对我一种关怀 是对我一种爱 其实这种爱 也许是长辈对晚辈的爱 那种爱不见得是爱情 但是我们会把它想象成爱情 所以在这里 我想跟各位做一些澄清 喜欢跟爱是有一些不同的 爱 关怀 跟爱 跟爱情 也不一样 也不一样 所以爱跟迷恋 是有差别的 有差别的 我们不要 把那个短暂的感觉 当作是 一种爱情 人家对我们很好 然后我就觉得 每次看到他 我就觉得好舒服 我就觉得好快乐 每次看到他的时候 我都觉得 非常的喜悦 非常的兴奋 这个不见得是爱情 这是一种感觉 不见得是爱情 当你有这种感觉的时候 你要很清楚的 告诉自己 这是不应该的 不应该 你可以把它 藏在成长的日记的 某一个段落 但是啊 你不要急于去表白它 因为你把你内心 那种很不成熟的 一个情感 给它表白出来的时候 那你们之间就一刀两断 就很难去维持一个很正常的关系 比如说 你很喜欢你的老师 你在情人节送给他一个情人卡 我看你这个老师 看到你大概吓得半死 你可能就没有办法继续跟这个老师 维持那么好的师生关系 那这样的一个感觉 每一个人都会有 在我年轻的时候 我也曾经暗暗的去喜欢我的老师 暗暗的去喜欢 我隔壁班的女同学 这个都会有的 但这个没有关系 这个没有关系 只是说这种感觉 我们只要去了解说 在我们成长过程当中 我们有这样的敬意 有这样的感觉 曾经偷偷去爱到一个人 但是如果没有表白的话 如果没有把这个花 这个公注意事的话 我想这种感觉是非常甜美的 那也不要觉得很烦恼很痛苦 好像这个爱没有结果很痛苦 其实很多的爱 很多这种恋爱都没有结果的 就好像我刚才讲的 像坐公车一样 上了车上 你看到一个人很喜欢 那你不会骑他 我当太太 我叫给他当先生的 他一下车 这个爱情就结束了 所以我们认为说 这是人生成长过程当中的一个段落 很清楚的去看到 这是一个过程 这样就好了 去享受那个很好的气氛 包括享受自己的幻想都好 那不要急着 去对自己的一种情感的表白 活着的话 这会造成很大的一个伤害 接下来我想跟各位谈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大家恐怕也是很担心的 也是父母亲很担心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万一在男女朋友交往的过程当中 这个女孩子怀孕了怎么办 我在从事这个青少年辅导工作已经十年了 这十年当中 我最年轻的 辅导最年轻的一个妈妈是14岁 刚满14岁不久 就当妈妈了 国中二年级 当初她怀孕的时候 大概四个多月五个月 然后她来问我说 老师我该怎么办 我能不能告诉她该怎么办 我没有这个能力 我当老师只有一个职责 就分析到她说 你有几种选择 第一个你拿掉孩子 你拿掉孩子 那你要拿掉孩子 第一个要经过父母亲的同意 要找正牌的医院 做一个很安全的一个过程 那第二个呢 你要生下她 生下她的结果是什么 你跟那个男孩子跟你男女朋友 跟你的男朋友结婚 那有些女孩子就是 我觉得她不负责任 甚至有些女孩子是在 在人家party的过程当中 被人家灌醉 在不自主的过程当中 发生关系的 那她根本不想家与她 或者她根本就不爱她 那这个时候 她想生下这个孩子 她又不想结婚 可不可以 我觉得也没有什么不可以 但是呢 你生下这个孩子 你有一些选择 一个是送给别人领养 或者你要自己养 这个情况都不一样 我觉得我们刚才讲 这个 像我们刚才讲这个 刚满14岁不久 就当妈妈的这个女孩子呢 最后她选择了结婚 刚开始她的父母亲 并不同意 慢慢的 经过了沟通 经过了协调 她父母亲也都祝福了她们 后来她们的婚姻 我觉得还蛮不错的 蛮不错的 她先生虽然大 她十几岁 但是对她非常的照顾 对这个整个家庭 都有一个圆满的一个结果 那这个是一个很好 这个很圆满的一个情况 当然 讲圆满好像不大对 毕竟她就要中错她的血液 你看十几岁的小孩子 她就要去操劳家务 去负担这么大的一个负担 坦白讲 我们都不愿意见到这种情况 但是基本上在这个时候 在做抉择的时候 我认为说 这是一个很好的情况 那孩子生下来可不可以 那我也认为没有什么不可以 就是生下孩子的时候 你要自己当一个单亲家庭 没有爸爸的一个家庭 因为孩子的出生以后 他的户口名簿上面 爸爸可以然后画上一条线 我发言很多的小孩子 就是因为这个养者 造成他偏差的行为 那结果说 其实大陆 很多人都误误了他说 他是一个没有爸爸生的小孩 其实也没有爸爸 有 只是爸爸 没有跟他妈妈结婚而已 那这样对孩子的伤害非常非常大 你愿不愿意去面对 如果愿意去面对 我认为也没有什么不可以的 所以我把这个决定的最后权利交给这个孩子的本身 你要做什么决定 由你来决定 决定之后 你要很勇敢的为自己的决定付最大的责任 所以我想跟各位热恋当中的男女朋友 坚持最后一道房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因为这个结果 婚前的性行为的结果 往往都很难圆满 即使后来男女朋友结了婚 这也是很大的疙瘩 因为你们不是准备好了才结婚了 不是准备好了才有孩子 所以我是跟很多恋爱中的男女朋友 我都告诉他们 婚前性行为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冒险 对我们的生命是一个很大的伤害 那各位想说 如果真的情不自信怎么办 我认为要去做好避孕措施 你一定要为自己的这个行为负责任 所以你才说我们两个非常的好 我们两个都没有办法控制 那很重要 你们两个要去找到 自己很合适的一个避孕措施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尤其在恋爱的过程当中 女的一方的坚持是非常重要的 刚才开始我没讲 男孩子是因为性而有爱情 他为了负责任 或者为了什么原因 为了享受这个性而有的爱情 但是很多女孩子是因为爱情 我们在奉献性 我认为说这个是很不对的 你为了爱了这个男孩子 他的苦苦哀求 你答应他 有了这个性行为 我认为说这是不对的 所以女孩子的一方 要很坚持 非常非常的坚持 不用担心 因此而失去爱 如果因此而失去爱的话 表示这个男孩子 并不是真心爱你 我常常在想说 在恋爱的过程当中 得不到的才是最好的 尤其是性行为 因为这个男孩子得不到 他会觉得说 这个是他要的 一旦给了他这个 这个性上面的满足 我遇到过非常非常多 男女朋友 婚前性行为的 很多的都来跟我讲说 很奇怪 我们一发生性行为之后 我们的关系完全变了 但还是变得很冷漠 你还是变得非常的敏感 经常细故吵架 我想这是当然会发生的 所以 我还是重申刚刚的一个建议 婚前的一个性行为 是非常的冒险 而且会造成感情 非常大的一个伤害 因为有了第一次 性关系之后 每一次两个人见面的时候 几乎都是以性为主 有了性都没有爱 这是很正常的现象 所以我想在这里 跟很多年轻朋友做分享 你要有婚前性行为的时候 你一定要谨慎的思考 尤其是女孩子的这一方 因为在我们的社会也好 在身体结构也好 有的性行为 要负责任的一方 要承担痛苦的一方 往往是女孩子 你有权利来保护你自己 要非常勇敢的去季节 不要担心因为季节 而失去掉爱情 如果因此而失去爱情 我也要恭喜你 因为这个男孩子不值得你爱 所以我是觉得说 这个是很重要的 那如果说 我们男女朋友交往的过程当中 父母亲反对怎么办 前一阵子 报纸上有一个新闻 是写着那个嘉义 忠贤跟孔伦女忠的样子 因为父母亲都反对 两个人相邀去跳楼 训情 我看到这则新闻的时候 非常非常的难过 因为很多的孩子 充满着幻想 他想说 父母亲对他们的阻挠 好像是一个 这个恶霸 但把他想成自己是罗密欧朱利叶 或是是梁山婆朱印胎 把父母亲想成阻挠爱情的这个恶霸 想一想 以及得不到 这一辈子得不到 那不如啊 这个时候能够 能够相处在一起 其实这个 我认为说 当然父母亲跟老师 要负一些责任 但是我认为说 当事人要负最大的责任 因为他们的思想太不成熟了 他们想 即使让他们在一起又怎么样呢 即使就是让他们现在高中 就是让他们在一起 就是让他们现在结婚 那又怎么样呢 是不是 所以当父母亲反对我们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要很清楚地去了解 父母亲的想法到底是什么 我想第一个 一定是担心我们的课业 课业 一定会 父母亲在交往的过程当中 就是你看 花那么多时间在打电话 花那么多时间在写信 花那么多时间在泡咖啡听 你当然会影响你的课业 我们没有了解 父母亲担心的是什么 我们能够有合理的相处方式 比如说我们能够很节制 也许一个礼拜还是电话 也许一个礼拜写一封信 一个礼拜见面一次 很合理的方式 能够让父母亲放心 这是非常重要的 尤其是功课 你交男女朋友的过程当中 你的功课非但没有退步 放活 大大的进步 各位年轻朋友 你的爸爸妈妈会反对你 交男女朋友吗 我相信他们的反对的理由 就非常的薄弱 最重要的是 我们在交男女朋友的时候 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在幻想 花了很多时间在做无谓的事情 所谓无谓的事情是什么 就一天 可能花了一个小两个小时在打电话 可能一写信 写个五张十张 然后为了男女朋友 经常跟父母亲闹情绪 我相信 这个不是我们自己的问题 而是我们造成父母亲的困扰 所以父母亲会阻撓我们 是理所当然的 我们要了解父母亲的需求 了解他们的想法 我相信 就很能够跟父母亲沟通 最重要的是 今天你爱你的男朋友 你爱你的女朋友 怎么样才能够有完美的结局 那你要彼此鼓励啊 彼此希望 他能够有在学习上 有好的表现 在学习一技之长上 有好的表现 这样你未来结合才会很圆满 所以要为对方的好去做设想 那想想看 我们都为对方的好去做设想 我们都去努力自己 希望给对方的父母亲好的印象 我相信 这样父母亲会反对的 毕竟不多啦 毕竟不多啦 所以我是觉得说 不要幻想 把父母亲的反对 想成是恶霸 想成是恶魔 好像是那个不好的皇后 好像是季母 在夜代小孩子一样 不要这个样子 我们要去了解父母亲的感受 跟父母亲有充分的沟通 这样啊 我们才能够有一个很圆满的结局 那最重要的就是说 我们交往男女朋友的过程当中 我们要无悔的爱 什么叫无悔的爱 就是我们不要去做害羞的事情 把爱留下遗憾 这个就是我刚刚特别提到的 就是我们不要 在交往的过程当中 预业的我们应该守着一个积分 很多年轻朋友都说 这个什么样的年龄 比如说国中是一类打 高中是二类打 大姐三类打 然后大姐毕业之后 就可以前类打 其实这个积分是很难去分的 因为你在交往的过程当中 如果你不能够很清楚看到你自己 那你很可能因为一个情境 你就会失去控制自己的能力 所以我就跟很多男女朋友讲说 你在交往的过程当中 最好能够团体行动 比如说好几对男女朋友 经常能够一起出游 一起去做功课 一起做什么事情 不要单独在一起 因为单独在一起 第一个你会被标签 某某人是你的男朋友 某某人是你的女朋友 你就失去了选择的机会 对方也失去了选择的机会 第二个呢 因为你单独的相处 那个情境会让你失去控制自己的能力 所以我们要有无悔的爱 就是我们要很清楚的了解 我们是不理性的 我们是很容易失控的 尤其是男孩子 我们不会因为性的星球 而去侵犯了对方 伤害了对方 我想这个都不是我们乐见的 那最重要的 我希望我们在交代你朋友的过程当中 有一个想法 不管我们是不是能够终身相守 但是我们都希望能够做一生的朋友 即使这些我们没有办法当夫妻 但是我们能够当最好的朋友 这个蛮困难的 因为爱跟恨啊 经常是在一起的 得不到爱的人 就把爱转为恨 那我是跟我说 我们一定要一个素养 今天我们很爱对方 我们是很真诚的去爱他 很真诚的希望他好 我不是一种占有 我不是希望说他 只是他让我拥有 他不让我拥有 我就恨他 我就不喜欢他 我们要把这种狭窄的爱 扩大成一种很开放的爱 即使男女朋友最后没有很好的结局 我们分手了 我们也能够当一个知性的朋友 这多好啊 你刚才成长的过程当中 我们可以回忆 哎呀 当时你在国中的时候 哎呀 你追我的情况 接下来我们想跟各位谈一谈 所谈的三角关系 三角关系 这个在我们交往男女朋友当中经常会遇到的 我们的男朋友 或者我们女朋友 跟另外一个人走得很近 或者他挨到了另外一个人 那我们怎么办 我们怎么办 这是在我们感情交往的过程当中 经常会遇到这样的一个情况 因为我刚刚一开始的时候 我已经讲到 男女朋友当中 是独占性的 是不能够跟别人分享的 所以不能说 我的女朋友 没关系 他有越多男朋友越好 其实我写的这样的人 并不会太多 并不会太多 所以当我们在男女朋友交往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觉得说 这种情况是很正常的 不光我们也好 或者对方也好 在结婚之前 我们都有很大的决定 选择的空间 千万不要给对方压力 所以你既然喜欢我 你怎么可以去喜欢别人 我相信喜欢是他的潜力 不要把这个看得太严重 甚至于把这个承诺 看得太重要 尤其是男孩子 最喜欢给女孩子承诺了 我说哎呀 这个山门海事怎么样怎么样 我只爱你一个人怎么样怎么样 这些承诺 其实都不用太在意 不用太在意 因为那是在两个人交往的过程当中 那个情境营造出来的 是不是实话 不知道 在当时那个情况 我相信一定是实话 事后我就不知道 是不是 是不是实话了 所以我是觉得说 我们在交男女朋友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 一定要心理准备 一定要容许对方 有机会再去做选择 有机会 来去 跟别人交往 因为这个样子 我们才能够更客观的 他选择到我的时候 他是经过比较的 经过思考的 而不是一厢情愿的 很主观的 那我觉得说 以后在发展的过程当中 结了婚 那这样的婚姻会比较稳固一点 所以我们的男朋友 我们的女朋友 去交另外的朋友的时候 我们要鼓励他 要鼓励他 如果他回来再爱我们的话 或者他选择我们的话 表示我们很适合他 如果他不选择我们的时候 我们要很高兴的祝福他 因为我们并不适合他 那我们在社会上看到很多 有关于外遇的问题 好像有夫之妇啦 或者有夫之妇啦 这样的一个三角关系 其实我这么说 这个都不应该的 这个都不应该的 我们都把它想成很浪漫 外遇好像很浪漫的 其实外遇是一种奸情 是犯罪的 在法庭上是犯罪的 外遇是一种奸情 所以我们认为说 这个就不应该了 但是在结婚之前 人人有希望 各个没有把握 每一个都有选择的空间 接下来我想跟各位谈的是 万一我们爱上了一个 我们不该爱的人怎么办 这个很多 我在辅导这些年轻朋友的时候 他常常跟我讲说 老师啊 我爱上了 我教我国文的这个女老师 我爱上了 某一位老师怎么办 我爱上我的阿姨 爱上我的施葬 爱上了我的表兄妹 这个继母 这个怎么办呢 其实我认为说 很多青春期的年轻朋友 都会有这种情况 因为情窦初开嘛 看到某一个人对他特别的关心 他就把这个关心当作是爱 我刚才也特别提到了 因为我们年轻人嘛 有很多的幻想 我们会自己想说 哎呀 这个 这个 他对我这种感觉 是对我一种关怀 是对我一种爱 其实这种爱 也许是长辈对晚辈的爱 那种爱不见得是爱情 但是我们会把它想象成爱情 所以在这里我想跟各位做一些澄清 喜欢跟爱是有一些不同的 爱 关怀 跟爱 跟爱情 也不一样 也不一样 所以爱跟迷恋 是有差别的 有差别的 我们不要把那个短暂的感觉 当作是一种爱情 哇 人家对我们很好 然后我就觉得 每次看到他 我就觉得好舒服 我就觉得好快乐 每次看到他的时候 我都觉得 非常的喜悦 非常的兴奋 这个不见得是爱情 这是一种感觉 不见得是爱情 当你有这种感觉的时候 你要很清楚的告诉自己 这是不应该的 不应该 你可以把它 藏在成长的日记的 某一个段落 但是啊 你不要记忆去表白它 因为你把你内心 那种很不成熟的一个情感 给它表白出来的时候 那你们之间就 一刀两断 你就很难去维持一个 很正常的关系 譬如说 你很喜欢你的老师 你在情人节 送给他一个情人卡 我看你这个老师 看到你大概吓了半死 你可能就没有办法 继续跟这个老师 维持那么好的师生关系 那这样的一个感觉 每一个人都会有 在我年轻的时候 我也曾经 暗暗的去喜欢我的老师 暗暗的去喜欢 我隔壁班的女同学 这个都会有的 但这个没有关系 这个没有关系 只是说 这种感觉 我们只要去了解说 在我们成长过程当中 我们有这样的敬意 有这样的感觉 曾经偷偷去爱到一个人 但是如果没有表白的话 如果没有把这个话 这个公注意事的话 我想这种感觉 是非常甜美的 那也不要觉得很烦恼 很痛苦 好像这个爱 没有结果很痛苦 其实很多的爱 很多这种恋爱 都没有结果的 就好像我刚才讲的 像坐公车一样 上了车上 你看到一个人很喜欢 那你不会骑他 我当太太 我叫给他当先生的 他一下车 这个爱情就结束了 所以我们认为说 这是人生成长过程当中的 一个段落 很清楚的去看到 这是一个过程 这样就好了 去享受那个 很好的气氛 包括享受自己的幻想都好 那不要急着 去对自己的 一种情感的表白 活着的话 这会造成很大的一个伤害 接下来我想跟各位 谈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大家恐怕也是很担心的 也是父母亲 很担心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万一在 男女朋友交往的过程当中 这个女孩子怀孕了怎么办 我在从事这个青少年 辅导工作已经十年了 这十年当中 最年轻的 辅导最年轻的一个妈妈 是十四岁 刚满十四岁不久 就当妈妈了 国中二年级 当初她怀孕的时候 大概四个多月五个月 然后她来问我 老师我该怎么办 我能不能告诉她该怎么办 我没有这个能力 我当老师只有一个职责 就分析到她说 你有几种选择 第一个你拿掉孩子 你拿掉孩子 那你要拿掉孩子 第一个要经过父亲的同意 要找正牌的医院 做一个很安全的一个过程 那第二个呢 你要升下她 升下她的结果是什么 你跟那个男孩子 跟你的男女朋友 跟你的男朋友结婚 那有些女孩子就是 我觉得她不负责任 甚至有些女孩子是在 参加派对的过程当中 被人家灌醉 在不自主的过程当中 发生关系的 那她根本不想嫁给她 或者她根本就不爱她 那这个时候 她想生下这个孩子 她也不想结婚 可不可以 我觉得也没有什么不可以 但是啦 你生下这个孩子 你有一些选择 一个是送给别人领养 或者你要自己养 这个情况都不一样 就像我们刚才讲 这个 像我们刚才讲这个 刚满14岁不久 就当妈妈的这个女孩子呢 最后她选择了结婚 刚开始她的父母亲 她并不同意 慢慢的经过了沟通 经过了协调 她父母亲也都祝福了他们 后来他们的婚姻 我觉得还蛮不错的 蛮不错的 她先生虽然大 她十几岁 但是对她非常的照顾 对这个整个家庭啊 都有一个圆满的一个结果 那这个是一个很好 这个很圆满的一个情况 当然讲严满好像不太对啊 毕竟她就要装错她的血液 你看十几岁的小孩子 她就要去操劳家务 去负担这么大的一个负担 坦白讲 我们都不愿意见到这种情况 但是基本上 在这个时候 她去做抉择的时候 我认为说 这是一个很好的情况 那 把孩子生下来 可不可以 那我也认为 没有什么不可以 就是生下孩子的时候 你要自己当一个单亲家庭 没有爸爸 的一个家庭 因为孩子的出生以后 他的户口名簿上面 爸爸这一人 会画上一条线 我 发现很多的小孩子 就是因为这个样子 造成他偏差的行为 他接着说 他起死大辱 很多人都误误了他说 他是一个没有爸爸生的小孩 其实也没有爸爸 有只是爸爸 没有跟他妈妈结婚 那这样对孩子的伤害非常非常大 你愿不愿意去面对 如果愿意去面对 我认为也没有什么不可以的 所以我把这个决定的最后权利交给 这个孩子的本身 你要做什么决定 由你来决定 决定之后 你要很勇敢的为自己的决定 负最大的责任 所以我想跟各位乐恋当中的男女朋友 坚持最后一道房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因为这个结果 婚前的性行为的结果 往往都很难掩满 即使后来男女朋友结了婚 这也是很大的疙瘩 因为你们不是准备好的才结婚的 不是准备好的才有孩子的 所以我是跟很多恋爱中的男女朋友 我都告诉他们 婚前性行为是一个很大的冒险 对我们的生命是一个很大的伤害 那各位想说 如果真的情不自信怎么办 我认为要去做好 避孕做事 你一定要为自己的这个行为负责任 所以你实在是我们两个非常的好 我们两个都没有办法控制 那很重要 你们两个要去找到 自己很合适的一个避孕措施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尤其在恋爱的过程当中 女的一方的兼职是非常重要的 刚才开始我们也讲了 男孩子是因为性而有爱情 他为了负责任 或是为了什么原因 为了享受这个性而有的爱情 但是很多女孩子是因为爱情 才奉献性 我认为说这个是很不对的 你为了爱了这个男孩子 他的苦苦哀求 你答应他 有了这个性行为 我认为说这是不对的 所以女孩子的一方 要很坚持 非常非常坚持 不用担心 因此而失去爱 如果因此而失去爱的话 表示这个男孩子 并不是真心爱你 我常常在想说 在恋爱的过程当中 得不到的才是最好的 尤其是性行为 因为这个男孩子得不到 他会觉得说这个是他要的 一旦给了他这个 这个性上面的满足 我遇到过非常非常多 男女朋友分前性行为的 很多的都还跟我讲说 很奇怪 我们一发生性行为之后 我们的关系完全变了 男孩子变得很冷漠 那女孩子变得非常的敏感 经常息故吵架 我想这是当然会发生的 所以我还是重申 刚刚的一个建议 婚前的一个性行为 是非常的冒险 而且会造成感情 非常大的一个伤害 因为有了第一次 性关系之后 每一次两个人见面的时候 几乎都是以性为主 有了性而没有爱 这是很正常的现象 所以我想在这里 跟很多年轻朋友做分享 你要有婚前性行为的时候 你一定要谨慎的思考 尤其是女孩子的这一方 因为在我们的社会也好 在生理结构也好 有了性行为 要负责任的一方 要承担痛苦的一方 往往是女孩子 你有权利来保护你自己 要非常勇敢的去季节 不要担心因为季节 而失去掉爱情 如果因此而失掉爱情 我也要恭喜你 因为这个男孩子不值得你爱 所以我是觉得说 这个是很重要的 但如果说 我们男女朋友交往的过程当中 父母亲反对怎么办 前一阵子报纸上 有一个新闻 是写着那个嘉义 宗宪和红人女宗的样子 因为父母亲的反对 两个人相邀去跳楼 训情 我看到这则新闻的时候 我非常非常的难过 因为很多的孩子 充满了幻想 他想说 父母亲对他们的阻挠 好像是一个 这个恶霸 他们把他想成自己是 罗密欧朱丽叶 或是梁三婆朱印胎 把父母亲想成 阻挠爱情的这个恶霸 想一想 一起得不到 这一辈子得不到 那不如啊 这个时候能够 能够相处在一起 其实这个我认为说 当然父母亲跟老师 要负一些责任 但是我认为说 当事人要负最大的责任 因为他们的思想太不成熟了 他们想 即使让他们在一起又怎么样呢 即使就是让他们 现在高中时 就让他们在一起 就是让他们现在结婚 那又怎么样呢 是不是 所以当父母亲反对 我们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要很清楚地去了解 父母亲的想法到底是什么 我想第一个 一定是担心我们的课业 课业 一定会 父母亲在交往的过程当中 他是你看 花那么多时间在打电话 花那么多时间在写信 花那么多时间在泡卡会听 你当然会影响你的课业 我们没有了解 父母亲担心的是什么 我们能够有合理的相处方式 比如说我们能够很节制 也许一个礼拜打一次电话 也许一个礼拜写一封信 一个礼拜见面一次 很合理的方式 能够让父母亲放心 这是非常重要的 尤其是功课 你交男女朋友的过程当中 你的功课非但没有退步 访问 哇 大大的进步 各位年轻朋友 你的爸爸妈妈会反对你 交男女朋友吗 我相信他们的反对的理由 就非常薄弱 最重要的是 我们在交男女朋友的时候 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在幻想 花了很多时间在做无谓的事情 所谓无谓的事情是什么 就一天 可能花了一个小两个小时在打电话 可能一写信 写个五张十张 然后为了男女朋友 经常跟父母亲闹情绪 我相信 这个不是我们自己的问题了 而是我们造成父母亲的困扰 所以父母亲会阻挠我们 是理所当然的 我们要了解父母亲的需求 了解他们的想法 我相信 就很能够跟父母亲沟通 最重要的是 今天你爱你的男朋友 你爱你的女朋友 怎么样才能够有完美的决心 要彼此鼓励啊 彼此希望 他能够有在学业上 有好的表现 在学习一技之堂上 有好的表现 这样你未来结合才会很圆满 所以要为对方的好去做设想 那想想看 我们都为对方的好去做设想 我们都去努力自己 希望给对方的父母亲好的印象 我相信 这样父母亲会反对的 毕竟不多啦 毕竟不多了 所以我是觉得说 不要幻想 把父母亲的反对 想成是恶霸 想成是恶魔 好像是那个 不好的皇后 好像是继母 在夜代小孩子一样 不要这个样子 我们要去了解 父母亲的感受 跟父母亲有充分的沟通 这样啊 我们才能够有一个 很圆满的结局 那最重要的就是说 我们交往男女朋友的过程当中 我们要无悔的爱 什么叫无悔的爱 是我们不要去做害羞的事情 把爱留下遗憾 这个就是我刚刚特别提到的 就是我们不要 在交往的过程当中 育烈的我们应该守的一个积分 很多年轻朋友都说 这个什么样的年龄 比如说国中是一类打 高中是二类打 大姐三类打 那大姐毕业之后 我就可以前类打 其实这个积分是很难去分的 因为你在交往的过程当中 如果你不能够很清楚 看到你自己 那你很可能因为一个情境 你就会失去控制自己的能力 这就跟很多男女朋友讲说 你在交往的过程当中 最好能够团体行动 比如说好几对男女朋友 经常能够一起出游 一起去做功课 一起做什么事情 都不要单独在一起 因为单独在一起 第一个你会被标签 某某人是你的男朋友 某某人是你的女朋友 你就失去了选择的机会 对方也失去了选择的机会 那第二个呢 因为你单独的相处 那个情境会让你失去控制自己的能力 所以我们要有无悔的爱 就是我们要很清楚的了解 我们是不理性的 我们是很容易失控的 尤其是男孩子 我们会因为性的需求 而去侵犯了对方 伤害了对方 我想这个都不是我们乐见的 那最重要的 我希望我们在交他女朋友的过程当中 要有一个想法 不管我们是不是能够终身享受 但是我们都希望能够做一生的朋友 其实这些我们没有办法当夫妻 但是我们能够当最好的朋友 这个蛮困难的 因为爱跟恨啊 经常是在一起的 得不到爱的人 就会把爱转为恨 那我是跟我说 我们一定要有一个素养 今天我们很爱对方 我们是很真诚的去爱他 很真诚的希望他 我不是一种占有 我不是希望说他 只是他让我拥有 他不让我拥有 我就恨他 我就不喜欢他 我们要把这种狭窄的爱 扩大成一种很开放的爱 即使男女朋友 最后没有很好的结局 我们分手了 我们也能够当一个 知性的朋友 这多好啊 你看在成长的过程当中 我们可以回忆 哎呀当时你在国中的时候 哎呀你追我的情况 去跟他的先生 去跟他们的爱台一起做分享 那一切都蛮美好的嘛 其实没有所谓好跟不好 只是适不适合而已 男女朋友 在一起的时候可能很好 但是一旦成为夫妻的时候 就不一样了 因为角色不同了 角色不同了 所以当我们失去爱的时候 我们也不要有怨恨 这是很重要的 我们要能够把男女朋友 在享受的过程当中 都当作一生的朋友来经营 不只是经营成为夫妻而已 不要那么狭隘 把男女之间的交往 不见得只是爱情而已 其实也可以存在很多的友谊 所以我现在除了我太太之外 我有很多女性的朋友 因为我觉得那很单纯 那很单纯 我很清楚我跟我太太的关系 那我也很清楚 跟这些女的朋友的关系 因为我们之间的关系是很清楚的 我的角色我把它看得很清楚 所以我们就能够保有这份友谊 也不会去破坏我们的家庭 能够拥有夫妻的爱情 也能够拥有朋友的友谊 我觉得这个是很美好的 那最后我想跟各位 做一些叮铃 或做一些分享 就是我们男女朋友交往的时候 我们应该注意哪一些事情 第一个我想跟各位讲的 就是真正的爱 真正的爱 真正的爱是把最好的 去献给对方 或祝福对方 我觉得 近世里面有一句话蛮好的 欣赏别人就是庄严自去 朋友的交往过程当中 我们要多去欣赏别人的优点 其实这个就是 当我们自己变得很庄严 能够让别人来亲近 很重要的原因 所以真正的爱 不是获得 不是去占有别人 而是一种付出 一种享受 享受那种交往的过程 去付出一种关怀 付出一种爱给别人 那种付出 是很大的愉悦 很大的享受 如果你能够看到这一点的话 你在朋友交往的过程当中 就不会有什么问题了 你就不会急着想说 我想要去侵犯他 我想要去跟他发生关系 尤其是男孩子 这一定要特别注意 因为男孩子在性方面 都是比较冲动的 我们要很清楚的看到自己的冲动 然后能给自己一个合理的 这个限度 告诉自己 这些是不可以的 我跟人家相处 应该有怎么样的相处的方式 了解自己是很重要的 那第二个呢 我们要懂得善解包容 朋友相处的时候 尤其是情人相恋的时候 不要只看到优点 只看到对方的好 把对方的不好 全部放掉了 等到结婚的时候 那优点全部忘记了 只看到对方的缺点 这是我看到很多夫妻 婚姻关系 发生问题的时候 最重要的证解 在天安爱的时候 对方 什么都好 可是一结婚的时候 发现 怎么什么都不好 这个很重要的原因 他还是他 这个我们 爱的人 还是同样的人 只是说 我们看事情的角度 有所不同 所以我们要学习 怎么去善解对方 因为我们善解之后 我们才能够包容 男女朋友也好 夫妻也好 在有相处的过程当中 我们要很清楚的了解 我们来自于不同的家庭 受到不同的教育 那对方有很多的想法 跟我们是不一样的 去善解他这种想法 是很合理的 然后进一步的去包容对方 那最重要呢 我们交往的过程当中 要做该做的事情 什么叫做该做的事情 就是在不同的年龄 我们要有什么样 不同的亲密关系 那这个没有一定的标准 譬如说 今天在国中的时候 我相信 你去拥抱你的女朋友 或去跟你的女朋友接吻 我想这个都不是很适合的 有一起牵牵手 你在国中高中 叫男女朋友牵牵手 去交交游 去看个人电影 我想这个都是容许的 在什么样的年龄 有什么样的亲密关系 在什么样的一个身份 做该做的事情 这蛮重要的 我们是男女朋友的时候 能不能发生性关系 当然不可以 因为我们不是夫妻的身份 当然就不可以发生 那个性的一个关系 所以我是觉得说 要很清楚 我们在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做什么样的事情 做该做的事情 是很重要的 静思义里面 有一句话 非常地好 就是说 做该做的事 是指挥 做不该做的事 是医师 我们是指挥 还是医师 往往就在我们 营运之间的提升 这非常重要的 那还有一对 我想跟各位分享的 就是距离就是美 男女朋友 变为夫妻 其实不是爱情的结束 很多说 很多人讲说 结婚是爱情的坟场 其实我不是认为这样 我是认为说 男女朋友变为夫妻的时候 是爱情的延伸 延伸 很多人都把 结婚想得非常地美好 其实我都不是这么想 结婚是一切学习的开始 很多男女朋友 没有办法结合 都非常地痛苦 爱得你死我活的 甚至于 为了 这个移情别恋 去慧荣 去伤害对方 我觉得这个不应该的 即使你们在一起 就能够给对方幸福 就能够给对方美满 我想不见得 因为夫妻相处 是一种学习的过程 当然 男女朋友的时候 也认为很愉快 男孩女孩 非常的高兴 可是啊 等到结婚的时候 要面临了现实的问题 事实上 一切都不美好 一切都不美好 所以我认为说 在男女朋友的时候 保持适当的距离 那才是最好的 因为适当的距离 我们就有很大的弹性 你看 我跟她 维持一个适当的距离 虽然我知道我喜欢她 我也知道她也喜欢我 但是我们保持一个 适当的距离 我就有很大的空间 她可以再次喜欢别人 我也可以再次选择别人 那不是很好吗 在结婚之前 我认为说 保持一个适当的距离 是很合适的 等到我们 最新冷静的思考 客观的比较 我们就去订定说 这个人适合当我的 终身伴侣 我们再进一步的 去追求她 再跟她相处 那我是觉得说 这样的一个选择 会比较客观 以后我们后悔的机会 就比较少 我们不管男女朋友也好 或者同性的朋友也好 能够保持适当的距离 是人机之间很重要的一个 关键 因为啊 人跟人相处之间 因为亲密 就很没有礼貌 就很不懂的尊重 那也很容易就轻易到对方的隐私 我觉得这个都很不应该的 所以距离就是美 那男女朋友的时候 我想把这句话送给各位 夜市保持一段距离 我们就会业余发现 对方的美好 祝福各位 对一个美好的 男女朋友 天新人类的现象 刘霍伟 可以跟他玩家 可以拜扁 亲新人类的性教育 我是卢苏伟 今天要跟各位谈的是一个 比较贴身的问题 以前几个袋子里面 都跟各位谈的是贴心的问题 今天我们要谈的是一个 切身的问题 是一个性教育的问题 那性在我们传统的一个社会里面 它是一个比较羞耻 比较感觉上比较肮脏 比较不道德的 这样的一个话题 但今天我想跟各位 用一个比较健康的想法 来面对我们的这个贴身的话题 有关于性的这个话题 其实性是生物以身具来的本能 如果人类没有这份本能的话 我们的生命就没有办法 这样一再的延续 所以这个性是很重要的 是我们生命延续很重要的一个关键 所以它是人类 或者所有生物的一个本能 是绝对不能否认的 所以性是很健康很正当的 是我们要认识的 第二个呢 如果这个没有性的话 坦白讲也没有婚姻 所以很多夫妻相处不好 其实跟性有很大的关系 所以在这里想跟各位谈的是 怎么样来认识它 怎么样来健康的来面对它 因为我不是医生 那我也不是这方面 来谈相调医的专家 只是我今天收集了很多 我在跟这些年轻朋友座谈的时候 他们提出了一些问题 或者说我跟很多孩子 做了一些问卷 他提出来一些问题 那首先我想跟各位谈的是 有关于生理上的一些疑惑 我记得有一次 有一个小女生 写了一个便条子 来问了这样一个问题 他说他今年16岁了 那别的同学啊 这个阴部都已经开始长毛了 那为什么他都没有长毛 他就让他很担心 他正巧 另外一个男生 问了另外一个问题 他问题正好跟他相反 他不是不长毛 而是毛长了太多了 因为他们男孩子 他穿短裤 或是穿泳裤 他说他毛长得非常的长 然后经常啊 这个穿泳裤的时候 那个毛都会露出来 他觉得 这样很不好意思 不知道怎么办 其实 长这个阴毛 对一个青春期的一个孩子来讲 是第一个异道的问题 也是首先异道的一个 可能造成困扰的一个问题 我们要了解说这个长阴毛 都是很正常的一个生理的一个过程 因为我们在青春期的时候 受到性荷尔蒙及腹肾上皮脂素的一个影响 所以每一个人在正常的一个过程 差不多10岁到12岁的时候 大概就有少许的毛会长出来 那时候长出来的毛啊 大概一点点 但是不会卷 一直到16、17岁的时候啊 会越来越黑 而且都会是卷的 那刚刚这两个问题 就是一个 不长怎么办 其实没有什么怎么办 因为我们人类不断地在进化 每一个人的体质都不一样 照大家来讲 我们的毛应该越长 越来越少 一代比一代少才对 因为这是进化的过程嘛 我们 你看那个圆核毛很多 我们都不断不断地进化 我们的所有的毛都退化了 所以 这个不长毛 是不是影响很大呢 我不认为 我认为说 这个没有什么影响的 这主要是跟我们的 生理基数啊 或者是 这个内分泌啊 有点影响 那长太多怎么办呢 其实在我的想法很简单啊 长太多 我们现在 社会上有很多的除毛剂 或者是 那些刮刀 只要把我们外露的 这些不亚观的部分 我们把它刮除了 就好了 那 最重要的就是说 不长或长太多 可能透露了一个信息 怎么样的一个信息呢 就是我们的身体内分泌 是不是 极度的失调 该分泌的没有分泌 不该分泌的分泌了很多 所以我是觉得说 这虽然是一个小小的真道 但是值得我们去注意 是不是我们其他 身体的其他的部位 也有 不正常的地方 如果只是 不长毛或毛长太多 我想不是很大的问题 那第二个呢 也最常被问到的是什么呢 就是女孩子 到了这个青春期之后 有的 女孩子 乳房长得很大 发展得非常快 那有的长得很慢 这个造成非常多的困扰 就是我每次 我们在做 这个新兴人类的 这个座谈会的时候 很多女孩子都会问到这样的一个问题 那这个乳房呢 的一个发展 大概在九岁十岁的时候 就开始有一点点发展 那有些人会早一点 有些人会晚一点 晚一点 那这个都不大一样 那男孩子 您如果仔细注意一下 大概十二三岁 男孩子的这个乳房呢 也会有一点点脏痛 但是时间很短 时间很短 那乳房的一个发展 是人类生理的一个正常的状况 乳房是拿来做什么用的 是受乳 是来喂小宝宝的 那现在喂小宝宝的功能 好像都退化了 因为现在都喂牛奶 喂牛乳 那现在乳房变成一个 女性很重要的一个审美的一个 尤其是被这个凶罩的广告 或者是瘦身美容的广告 哇把这个弄成一个焦点 所以很多 女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 很在意 自己是不是一个扁平厨 我们所说的就是 很多这个女同学呢 就会被嘲笑说 她是一个洗衣板 就平平的跟汇集厂一样 那有很多的女同学 因为长得太快 然后太丰满了 也会被男同学嘲笑 是大哺乳动物 是波霸 我们班上的某某波霸 这个对我们女同学来讲 或女孩子来讲 这都是很大的伤害 那跟乳房有关的 另外一个话题呢 就是说 什么时候该买胸罩来戴 这个问题其实没有一个标准 因为每一个人 都有很大的差别 那我今天没有办法跟各位讲说 你该在什么时候戴胸罩 这个我不是很清楚 这个应该去问你的妈妈 或是问你的 比较亲近的这个姐姐 或者是阿姨啊姑姑 我觉得这个 他们可能给你比较具体的答案 这个因为我也不是很了解 但是我要跟各位讲的是什么 当你发现说 你该戴胸罩的时候 你该怎么样去跟你的妈妈 或者是说 该跟你的这些亲戚来反应呢 该怎么讲 如果你告诉你妈妈说 我要买胸罩 你的妈妈可能看你一眼 然后告诉你说 你还太小 你这个不需要 可能会对你造成很大的伤害 如果你对你父母亲 问的问题不是这么问 你是问你的妈妈说 我什么时候需要戴胸罩呢 这个时候妈妈可能给你的答案 你会比较满意一点 她也许会带你到店里面去看一看 看看你需要的 然后买给你 所以怎么样去跟父母亲谈这件事情 蛮重要的 那因为戴胸罩这件事情 可能在学校里面 我也会造成一些困扰 因为到国中去的时候 一二年级 哇 我们的男同学很好奇 常常会开女同学的玩笑 无意的从后面抓她的背带 然后啪一声 所以很多的女同学在夏天的时候 他们不敢 这个穿着短袖来上课 都要穿着那个夹克 其实我是觉得说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侵犯 待会我会跟各位谈到 在那个侵犯 我们怎么样去拒绝 然后怎么样去面对它 那到了高中之后呢 大部分人都带了 那大概这个就不会有什么困扰 所以当我们遇到有这些困扰的时候 待会我会跟各位谈一谈 遇到这样的骚扰 我们要怎么样来反应 怎么样来 把我们内心的感受 讲给这些男同学知道 让他不要再进一步的 再侵犯我们 所以我觉得这个蛮重要的 那第三个呢 是讲到男同学啊 男孩子的这些 他们很关心的这个焦点 尤其是我们的广告啊 不管是电视也好 或者是那个报纸杂志也好 常常强调 这个 男孩子的雄伟的标准 就是说啊 男孩子的阴晶勃起之后 该多大多小 才是标准的 这也是青少年朋友 经常在问的一个问题 那我就告诉他们说 其实不要以长短来论英雄啊 因为长跟短啊 跟你的这个 以后的性生活啊 没有任何大的一个影响 我比较关心的是什么呢 是说 不管你是长或是短的 你是长得很正确 这蛮重要的 有很多男孩子的这个 阴晶是变形的 是变形的 他不是向上 不是 这个向上挺的 而是弯曲的 像旁边 叫左中旁 或以右刃的 这可能就会造成一些问题 所以我们要了解说 您的这个健康的情况 不是长短来衡量 而是说 这个形状是不是很正常的 能够让你 在未来 有夫妻关系的时候呢 能够很美满 尤其是 各位要清楚的了解是 你长 不见得能够满足你的太太 让你太太觉得很舒服 不见得会这样 因为啊 如果你了解这个整个生理结构 你就会清楚 因为整个阴道 它是会收缩的 不管你的阴晶 大或小或长或短 这个阴晶它的收缩啊 大小长短 其实都差不多 都差不多 所以很重要 电视上有很多媒体的广告 在做这样的一个宣传的时候 你要很清楚 他们是为了促销他们的药 或促销他们的产品 所做出来的误导 所以我们不要以长短或大小来论英雄 这个不是最重要的 接下来跟各位谈的呢 是你孩子经常面对的问题 这也是我们去每次座谈会的时候 一定有人会问的 就是有关于夜经的问题 这给青春期的这个 你孩子呢 非常非常大的困扰 其实我跟很多 你同学在做分享的时候 我就告诉他们说 其实夜经是一个很健康 很正常 很喜悦的一个信息 因为表示你长大了 夜经是怎么来的 我想各位在那个健康教育 都读过 它就是排卵 排卵之后呢 因为它没有受精 所以在子宫内膜 它就会崩解 崩解之后呢 它就会变成夜经 变成血的样子 然后流了出来 流出来之后呢 它停止之后 新的这个子宫内膜呢 还会再形成 还会再形成 那造成这个 夜经所造成的困扰 有哪一些呢 我做一点点分析 他们问的问题 包括夜经的周期 多少天 才算正常的 其实一般来讲是28天 但是有很多的 你孩子可能长一点 或者是短一点 那还有人问说 这个是不是一定很有规则呢 其实不一定 每一个人的体质不大一样 比如说你现在吃了药 你现在感冒吃了药 可能会受到一些影响 或者说你最近比较劳累 可能你的夜经会受到一些影响 那第三个呢 很多人会问到的是 流出了这个天数啊 量的多寡啊 或者说早上起来的时候 有血块 是不是不正常的 其实这个都是没有一定的 这个看个人的体质 看个人的体质 尤其是早上起床的时候 像我的太太 她也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就会有血块 那这是很正常的 因为你晚上在分泌的时候 那个血块停留在体内 血流出来的时候 它变成硬块了 那所以流出来是一块的 小块小块的 那我是觉得说这是正常的 每一个人都是这个样子的 那比较困扰大家的 可能是经痛 夜经来的时候很痛 我曾经看过我的姐妹 或者看过我认识的朋友 每次夜经来的时候 他们就很痛苦 甚至还要送急诊 要送急诊 然后这段期间呢 他们的情绪会受到 很大的影响 所以有时候就会开玩笑 我看到一个人乱发脾气 我会问他 你是不是夜经来的 那这个是很不好的 那第六个呢 常常会被问到 就是说 有白带的时候怎么办 其实白带 这是很多的 女孩子都会有的 我们有句属语叫 十女九代 十个女孩子当中 有九个会有白带 那白带不一定是不健康的 我刚才提过 就是说 也许你吃的药 也许你今天 比较焦虑 或者是压力比较大的时候 你可能分泌就不是很正常 不是很正常 那如果分泌出来的东西 会恶臭 会有很难闻的味道 这可能就有 有病态产生 或者说分泌出来的东西 它不是很淡的 而是说很浓的颜色 这表示说 可能我们的这个尿道 或者是说 这个阴部啊 有一些疾病 所以这个时候 就必须要去看医生 看医生 那我这里想要跟 大家分享的是 尤其是很多的男孩子 夜经 对一个女孩子来讲 是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生理现象 我们应该多以关心跟协助 不要今天要上体育课的时候 这个女同学 说她生病不要上课 然后你就要质问 生什么病 生什么病 或者是说 发现女同学今天带了卫生棉 那哇 你就很好奇的 拿出来到这个 把它抢过来丢过来丢过去 看看它会不会飞 这是我们在国中 经常遇到的问题 那我觉得这个对女同学来讲 会造成很大的困扰跟伤害 我也是一个男生 然后我们当男人的 一定要有这种风度 要有这种认识 当女孩子有夜经来的时候 尤其像我太太 她夜经来的这几天 我一定非常的体贴 什么事情一定尽量帮她做 因为真的很辛苦 那个时候身心啊 都会受到很大的一个煎熬 所以我们要多多的体贴 多多的给你关怀跟协助 我想这个蛮重要的 接下来想跟各位谈谈一个 很有趣的一个名词 叫做包皮 为什么说这是一个很有趣的名词呢 我记得我结婚之后啊 有一天跟我太太去逛街 她看到一个包皮 她以为在卖皮包的 她走过去一直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她这里挂了一个皮包的这个招牌 为什么不是卖皮包的 那个时候我才哈哈打笑 我说这个不是叫皮包 这叫包皮 那后面还有两个小时叫金割包皮 那很多男同学对这个包皮啊 往往都不知道包皮是什么东西 包皮就是长在阴镜外面的包裹的一层皮肤 那这层皮肤是做什么用的 就是要保护这个龟头 保护这个阴镜用的 那男孩子在出生的时候呢 那个包皮是前腹皮肤的 我想每一个男孩子你回想 你小时候 或者是看看你有弟弟 这个年纪的时候你就发现 他的包皮是非常的长的 整个的完全的皮肤把它包起来的 那到青春期之后呢 他慢慢慢慢的有一部分会向后退 然后把龟头露出来 那他成年之后呢 一般人结婚了之后他有性行为之后呢 他会退到这个罐状沟附近 那包皮会往后退 那会露出大部分的龟头出来 那有些人不是这个样子 所以各位可能会想说 那什么样的包皮需要去割呢 就是包皮过长 那过长的情况有哪几种呢 就是包这个龟头始终被包在里面 看不到的 那这个情况有两种 一种叫包皮过剩 就像小孩子一样 不仅长得很长 而且还有一个头 还有一个皮留在外面 那第二个呢 就是包皮过紧 当你薄起的时候啊 那个包皮因为太紧了 会让你非常非常痛 那第三个是正常的现象 就是不完全的包皮 就是它虽然长了一点 但是你的龟头还能够很正常的一个露出来 所以我觉得说这个就是正常的 那过剩或过紧该怎么办呢 我记得我在部队的时候 我是在医疗单位 每一个退伍的这个 阿兵哥 我们的弟兄啊 都会来笼络我们啊 请我们的医官帮他割包皮 所以我唯一会做的手术啊 就是帮人家割包皮 不过现在叫我做我也不敢做 因为现在想起来很害怕 因为以前不懂 以前不知道 当我医官的助手 好像觉得这个很简单嘛 没什么事情 做起来好像很容易 那后来就发现说 哇 原来学问可大了 万一出什么事情 会影响人家一辈子 怎么说呢 因为像我们在外面看到 很多这个金割包皮 很多的并不是很 就是正当的医生 他可能有很多是密医 他特别标榜这个 无痛无疤 而且可以立刻工作 立刻这个回家 还甚至于附带整形 那很多人就说 这个无痛无疤 这个很好啊 那我就 我们在以前在部队的时候啊 我们就发现 很多在外面割包皮 一割割太短了 割包皮割太短了 那怎么办 没办法补救耶 这个很严重的 因为他一剥起之后 那整个阴天啊 会非常非常的痛 这个时候啊 就要再做第二次的手术 这个手术啊 就非常非常的麻烦 所以当我们的包皮 刚刚我提到两种情况 就外皮过剩啊 或外皮过紧这个情况 我们一定要找合格的 这个密尿科的医生来检查 那很多医生啊 为了促销啊 为了广告啊 特别讲说这个 强调这个包皮不割 会影响这阴晶的发育 其实这是不正确的 我看过很多医学的这个报导 也跟我们以前的这个医官啊 讨论过很多 其实这个都不会影响的 都不会影响的 因为包皮啊 是一个很有弹性的一个皮肤啊 它并不会因为裹着 然后就对你的这个阴晶 会有所发展 那刚刚我们也特别提到过 这个不要因为你长得比较小 比较短 然后就觉得很紧张 都是包皮的错 就非去割包皮不可 所以在部队的时候啊 很多人来割包皮 他们要带西瓜送给我们 融络我们 现在想起来真的是非常的害怕 不知道有没有把人家割割得太短了 让人家一辈子受苦受难 没有办法正常的啊 这个行夫妻生活 那我想我的罪过就大了 所以我们的包皮 是不是太长 是不是要割 我想应该找合格的医生 比较重要的是什么呢 我们平常要注意清洁 因为包皮长的 那你就在洗澡的时候 一定要退 把它退下来 然后用清水把它清洗干净 因为这是蛮重要的一个手续 能够把它保持清洁跟干净 不要让它感染 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重要的 也是日常必须要注意的这个卫生 那第六个呢 想跟各位谈一谈的是 有关于阴囊 阴囊就是 阴囊里面是稿丸啊 这是男性非常重要的一个 生殖的一个器官 那我在部队的时候 那好多的弟兄都很紧张 他说他的这个阴囊 稿丸一大一小 要不就说 他这个稿丸太小了 要吗也给他做治疗 或做这个诊疗啊 我们医官都跟他讲说 你自己已经够大了啦 如果你太大也真是个烦恼 真的在这里要跟各位谈的就是说 如果你的这个阴囊是很大的 这个其实也是个问题 很小这个问题 很大也是个问题 那各位可能会问说 怎么样才算大 怎么样才算小 我又没有看过别人的 我怎么知道什么是健康的 什么是不健康的 在这里我想给各位一个 一个尝试的一个判断 就是说 如果你的阴囊是 碰起来是水水的 是水水的 那是可能里面会有积水 一般阴囊太大的都是里面积水 或长流啦 或者有血种 你给他摸看看 你可以感觉得出来 如果说你小小到像花生米那么小 那也是一个问题 表示说你的这个 这个睾丸啊 有病变 它萎缩了 它萎缩了 不见了小到花生米那么小 才这样说萎缩了 你觉得你比较小 你觉得说好像是有问题 那我想这个就必须要去 泌尿科做检查 那大小不一定是一样的啦 一般人来讲 可能大小都有一点点差距 那如果差距的很大 那可能也是个问题 那比较重要的是什么呢 在这要跟各位讲 是不是你的阴囊是不是会痛 不会痛 然后或者说你给他摸一摸 有时候看到有袋子 没有搞完在里面 这也是个问题 这也是个问题 因为有一个疾病叫引稿症 这也是个问题 这都有可能会造成不应症 所以你的阴囊会痛的时候啊 这是蛮重要的一个信号 就要了解说这个是不是 是不是个疾病 不要觉得说好像 是不是因为我手淫 所以才造成疼痛 一般来讲不会这个样子的 所以有一个防癌的口号 很有意思 这在美国 大部分个防癌手册里面 就有这样一个口号 他说年轻人要注意防癌 男孩子要天天摸摸这个睾丸 你孩子要天天摸摸乳房 因为睾丸啊 常常会发生有睾丸癌 乳房啊 有那个乳癌 这是很重要的 所以每一天你洗澡的时候 去摸摸它 是不是变硬了 是不是有异样的情况 我觉得这是蛮重要的 因为睾丸啊 有很多的疾病 包括睾丸癌啊 那女孩子乳房啊 有乳癌啊 尤其是阴郎肿大的时候 那可能是善气 这都会影响 我们未来的生殖功能 所以很多的不应症 就是在我们成长的过程当中 小小的毛病 我们没有去注意到 所以每天你洗澡的时候 去摸摸它 看看它是不是很健康 很正常 我觉得这是蛮重要的 蛮重要的 接下来想跟各位谈一谈 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个话题 叫手淫 叫智慧 前一阵子我看到一个统计 我们台湾现在 男孩子在国中的时候 手淫的比例大概从15到25之间 那女孩子大概10%到15之间 那高中呢 差不多男孩子有70% 女孩子差不多20到25之间 这个比例 其实我是觉得说 这可能不是很正确 因为很多人大概都不承认 如果你问我我也不会承认 所以在做这样一个调查当中 应该有很多是黑数 虽然它不记名调查 我想应该比这更多 更多 那很多人啊 在我们做座谈的时候 他都会洗条子来问我们说 一个礼拜有手淫几次 才算正常 手淫会不会造成这个记忆力减退啊 会不会造成这个身体 或是发育不正常啊 其实我们在很多的书里面 或是健康教育里面都告诉我们 手淫是很健康的一种行为 当然在这里不是鼓励大家去做手淫 去做手淫 不是这个意思 而是说手淫它在 尤其是男孩子 在它成长的过程当中 因为它搞完 充满了这个精力之后啊 它需要会把它排泄出来 所以手淫它是一种方式 是一种方式 那为什么说手淫 在我们传统的一个观念里面 是很罪恶的呢 因为在手淫的时候啊 我们可能会有很多的幻想 来达到我们的满足 那这些幻想啊 我们把它称为思想犯罪 虽然你没有去侵犯别人 但是你思想上是一种犯罪 那因为这个传统的一个观念啊 造成我们会很焦虑 甚至于失眠啊 甚至于很多啊 是因为它手淫之后啊 它产生了头痛 头痛 所以我觉得说 在这里想跟各位分析的 不管是男孩子也好 女孩子也好 手淫是一个无害他人 又有助于消除一部分 情绪紧张的一个事情 但这个事情是很私密的事情 你不能在公开场合 跟同学啊 大言不谈谈这个问题 我曾经啊到一个国中区 竟然有几个国中生啊 在教室里面 这个 这个 手淫 然后比赛看谁的精子 这个谁的精力 你喷了眼 啊 我觉得对这个事情啊 虽然我刚才已经提过了 这个手淫 是无害于他人 又有助于我们情绪紧张的一个消除 但是 如果你的时间 你的地点 你的方式不对的话 我认为说 这个是不被容许的 因为啊 这个违反了我们善良的一个风俗 甚至于啊 我认为说 这对别人来讲 是一个侵犯 这个待会儿 待会儿我会跟各位详细的来谈这方面 为什么这是过程别人一个很大的一个侵犯 那我想跟各位分享的是 手淫是一个人的一个幻想 跟行为 那我认为说 这个不必要教导 也不必要去宣然 你不要你自己会 有智慧的这个习惯 或手淫的习惯 你教你的同学 我觉得不需要这个样子 每一个人他有他的需求 这个不需要人家教的 他自己会的 你也不要去宣导 我一个礼拜两次 你几次 我想这个不需要这样去问别人 你自己根据你自己的情况 那到底多少次 才是适度的呢 我想没有一定的标准 那手淫会不会伤害身体呢 其实我问过很多的专家 他们都说 其实对身体的伤害啊 是很小的 但是对精神的这个消耗是很大 各位想想看 你花在幻想 花在这个手淫这个过程的时间啊 跟精神是非常多的 所以你手淫完之后 你会觉得很疲惫 疲惫的原因不是体力 而是你的精神 精神上你觉得很疲惫 尤其是你的这个压力解除的时候 你松弛下的时候 你好像觉得很累 所以应该很健康的来面对 那我在这里要提醒各位的就是 不管你是否有手淫 但是一定要注意卫生 更健康 避免一些不必要的伤害 因为我在部队服务的时候呢 曾经发现很多的男孩子 用很不健康的房子做手淫 造成很大的伤害 这个是我们要去避免的 新兴人类的性教育 卢斯伟先生研究 录音在第一面 接下来想跟各位谈一谈 跟你孩子关系蛮大的 就关于处理膜的问题 为什么说跟大家关系蛮大的 大家很关心这个问题 因为在传统里面 在传统的这个想法里面 这个初业的时候 是不是会落后 就判断说这个女孩子 是不是有性经验 是不是一个清白的人 那我们现在大家都知道 处理膜不一定 每一个人都是很完整的 因为他可能经过阴动 然后有可能会破裂 或怎么样 尤其是我们这样的一个社会里面 有很多病态的想法 我前一阵子看那个报纸里面 有提到就是说 那个国中高中的女孩子 出业前是五到十万 甚至二十万到三十万 我是觉得说这个 是一个很 很病态的一个想法 我的看法认为说 应该很健康的去看 他是这么说 其实处理膜 只不过生理 结构的一层膜而已 不要把它看得那么重要 不要把它看得那么重要 那怎么样去让我们自己 拥有一个精神上的一个清白 我想应该是比较重要的 所以在这里想要跟各位提的是 很多医院 尤其是那个开业的医院 在做处理膜重造 你有性的经验之后 你想让自己处理膜重造 我自己觉得那个都是 没有太大必要的 没有太大必要的 因为有很多有经验 有性经验的人 其实那个都是假的出来的 都能够做假的 所以你不要去 发现跟你的这个太太 这个发生关系之后 你会发现说 奇怪他怎么没有落宏 或者他落宏 这个应该是怎么样 其实我是觉得说 应该把这件事情放下来 这个不是最重要的 不是最重要的 彼此的一个了解 跟真诚的一个信赖 我觉得才是更重要的 现在来谈一谈 我们男孩子比较关心的问题 叫肾亏 这个肾亏这个问题 为什么说很重要呢 因为传统里面 我们一个有一句话叫 一滴精十滴血 就是说这个精子是很珍贵的 一滴精子就好像有十滴血 那么样的珍贵 所以很多人就会问到说 智慧会不会造成肾亏 我经常腰痠背痛 我经常这个 这个轰咖 这个脚会痠 是不是因为我手淫过度的一个问题 其实精益 大家不要把它看得那么样的珍贵 因为即使你不 手淫不给它打出来 那它也会经过梦移 然后把它排泄出来 那精益里面只不过一些果糖 一些蛋白质 只是这样子而已 那像我们看到 很多的一个广告 说这个因为手淫过度 会造成筋门松弛 有很多男孩子 在看了这个色情影片 然后看了刊物之后 会留下一些议题 他都认为说自己筋门松弛 哇 他就很紧张 去吃这个补那个补 其实不用紧张 你看了色情影片 看了这些刊物 你会留出议题 这是很正常 很健康的 那有很多广告呢 就会说 这个男人的这个色经 越有力 这个性交越持久 表示他越健康 其实这是错误的 这是错误的 这个性交的过程当中 是不是能够很愉悦 跟你色经 是不是很有力 或是性交的过程 是不是能够持久 我觉得没有很大的关系 没有很大的关系 因为性器官的功能 不等于性能力 夫妻两性之间的一个情谊的一个维系 那种精神的层面 生理 生理上的一些问题 所以现在 在我们社会上会发现很多 无性的夫妻 各位知道为什么会发生无性的夫妻 就是夫妻之后 不发生性关系 各位知道为什么 那是生气 然后吵架 因为情感不好 他有再强的性能力 我想也没有什么功用 所以我是觉得说 怎么样在精神层面上 去维系 一个好的情谊 在这个认识上面 有很健康的认识 我觉得才蛮重要的 或者你不仅花了很多钱 或者吃了很多 可能都对自己身体有害的一些药 那有一个男孩子问我一个问题 蛮有意思的 他说啊 我这个阴晶啊 经常都会无缘无故 勃起给我很大的困扰 尤其在游泳的时候啊 哇 那勃起的时候很难看 不知道怎么办 他说每天早上啊 或者说睡觉的时候 他一醒过来的时候 发现说自己都是硬邦邦的 他觉得很困扰 不知道怎么办 那么这个勃起啊 这个其实是很正常的 每一个男孩子都有这种情况 那勃起的情况 大概分为两种 一种叫色情的勃起 因为你看到了这个刺激 然后因为男孩子都血气方刚 都会勃起 那这个情况啊 只要我们不予理会 不要去想它 再慢慢就会消掉 还有一种叫做非色情的勃起 就是说早上起来啊 或睡觉的这种勃起 其实这是很自然的一个现象 每一个人都会这样 所以不必要太在意啦 不必要太在意 因为身体上有很多的问题 其实都是很健康的 很正常的 只是啊 我们都没有去问人家 也不知道别人是不是这个样子 所以常常问我说 哎呀 我是不是因为我手赢了 是不是因为我做了什么事情 所以才导致这个样子 各位不要那么紧张 不要那么紧张 我想接下来跟各位谈一谈 心理上的一些困扰 心理上的一些困扰 这个可能影响大家比较大的 我记得有一次 我们在座谈会里面啊 有一个年轻的一个朋友 他就问我说 他实在很糟糕耶 他没有每一分每一秒里面 都有很多的幻想 尤其他上课的时候啊 真的是还没有办法专心上课 因为他都在幻想啊 怎么样跟这个李老师啊 怎么样发生作爱啊 怎么样 然后 我把他觉得让他非常的困扰 非常的焦虑 其实我是觉得说 性幻想啊 不仅存在男孩子啊 很多的女孩子 在青春期也好 在成年的过程当中也好 都会有这些幻想 那这些幻想 我认为说 一个健康的幻想 跟一个过度的一个幻想 标准在哪里呢 就是说你这个幻想 是不是影响到你正常的学习 是不是影响到你正常的生活 如果你经常想到是两眼发直啊 那什么学习也不能做 正常的工作 正常的生活也不能过 那我觉得说 那就必须要你去做一些 看一些医生 或做一些调整 我觉得这是蛮重要的 那有性幻想是正常的 你不要企图去压抑他 或者觉得很罪恶感 我怎么可以对我的老师 去做这些幻想 或是怎么可以对我认识的这个人啊 做这样的一个性幻想 尤其是您在受淫的时候 你可能就说 啊 我就幻想说 跟谁在做爱 你会觉得很罪恶感 我觉得不需要这个样子 不需要这个样子 那我记得有一次啊 一个女孩子啊 问了一个问题 她说她觉得实在很受不了 他们班上这些男同学 因为每次跟你孩子讲话的时候啊 他们都一直注意到她的胸部跟大蕾 让她觉得很困难 她说是不是每一个男孩子啊 都是很色啊 都是好色之徒啊 其实我是觉得说 也许这个女孩子她穿得比较暴露 或者说她比较丰满 或者她有很多的特质啊 比较吸引男孩子 我觉得男孩子会 会去注意到女孩子一些女性的特质 我觉得说这是很正常的 很正常的 那这个女孩子也会问另外一个问题啊 她说为什么男孩子都喜欢看色情 影片啊 看色情刊物啊 她怎么这么低级啊 这么 这么色啊 其实我是觉得说 这跟低级跟色没有关系啊 而是跟男女生理的不同啊 有很大的关系 因为男生啊 比较重视这个视节听节的刺激啊 那女性呢 比较重视情 气氛啊 比较重视情调啊 所以男孩子 她会透过视节听节 满足她一些 性上的一些需求 但是女孩子这些视节听节 可能不是她要的 所以女孩子在看到这些色情影片的时候啊 她会觉得很恶心啊 啊 看那个觉得很厌恶 很恶心 她不见得会让她很喜欢 但是男孩子认为说 那个会满足她 那这个呢 我是认为说 很多 这个 听这个录音带的男孩子 你也不要觉得有罪恶感 你会去注意到你孩子的胸部 注意到你孩子的大腿 我觉得这个都是很健康的 你喜欢看色情 看这个刊物啊 或者影片啊 我记得这也没有什么 最重要是你要过度 不要过度啊 啊 不要一看到漂亮的女孩子 你那个眼睛盯着她 然后动也不动 我觉得这个就不是很健康的 不是有身世风度的 所以好色跟不好色 我想在这个风度上面 做一点区隔 跟罪恶感没有关系 跟是不是这个 好色之徒啊 也没有很大的关系 怎么样去适度 我们让人家觉得说 我们在欣赏它 不是 不要被人家误解 我们是好色之徒啦 那接下来讲 跟各位谈一谈这个性病的问题 因为啊 我好几个辅导的小孩子 我在辅导他的时候 问他说 你最近有没有生什么疾病 他都给我写一个重标 老师我最近重标 刚开始我不大能够理解 到底是重什么标 后来疑问之下 才知道说 因为他去嫖妓 然后 这个得了这个性病 那这个 在这里我想简单的 跟各位分析一下 性病的种类 性病大概分为两个 两个种类 一个就是皮肤发病的性病 那这个包括霉毒啊 软性下肝啊 那泡枕啊 菜花 这个在皮肤上面看得到的 那另外一种性病 是在尿道上面的 比如说霉毒啊 尿道炎啊 你小病的时候会痛 会灼热 会流浓 很多人说 啊就流鼻涕了 其实这可能就是 这个临病 这在尿道上面感染的 那在皮肤上发病的呢 这些是在你皮肤上面 一些针道是看得到的 那比较严重的是什么 在新兴人类啊 我想要跟各位分享 这比较严重的几个问题是什么 就是说啊 这性病发生的时候 一般患在这个 这个年轻朋友的时候呢 因为他的尝试不足啊 常常会乱服药 啊 这个听说 人家得了性病吃什么药 有效 他去药房就买这个药 往往就延误了医治 因为我就看过一个霉毒的 他如果说及早治疗 这个霉毒并不会伤害到他的生命 威胁到他的生命 但是因为拖了很久 这个霉毒的病毒啊 轻换到他的心脏 轻换到他的脑部啊 造成无妄挽回的地步 所以对性病的这些知识啊 如果不充足的话 我们经常会延误就医 那第二个呢 因为年轻朋友 就医的管道可能比较窄 所以可能在就近啊 或是听朋友讲哪些诊所啊 而且一般来讲都不敢找那个 正当门诊的这个大医院的诊所 都找那个小诊所甚至是密医 来看这些病 再来呢 还有一个就是 年轻朋友可能钱比较不够啦 他看医生要花很多钱 可能钱不够 也怕看医生 怕医生把这个事情通知父母亲 所以延误就医的情况蛮多的 蛮多的 所以当我们的生理状况 有一些不对的时候 我的建议是一定要去找合格的医师 做及时的诊疗 这个是蛮重要的 那各位可能会讲说 刚刚你提到性病的时候 怎么没有提到艾滋病 那艾滋病其实这是这几年 才开始在台湾里面被人家重视 广泛的重视 那艾滋病它是一个后天免疫缺乏症候群 它是一种病毒 然后侵犯到这个淋巴细胞 然后让我们的身体产生这个病变 对这个病毒丧失这个免疫地 所以这个基本上 我们好像把艾滋病跟同性恋 会划下一个等号 其实这不是这个样子的 艾滋病跟同性恋没有什么关系 只是说艾滋病开始在传染的时候 是因为同性恋的这些人 因为肛交造成的 但是到目前为止 因为同性恋的关系造成这个艾滋病的感染 比例并不是最高的 最高的还是从性恋 因为性恋产生的 所以艾滋病也是一种性病 也是一种性病 那不是性恋才会产生这个艾滋病 它也可能从输血 或者说我们在法院处理很多吸毒的小孩子 从它注射的用品 大家共用一个针头注射这个毒品 那一个人得到艾滋病 很多人就一起得到 一起得到 那为什么说艾滋病是很严重的呢 因为它造成这个淋巴细胞这个破坏之后呢 那身体可能会感染一些癌症 或者一些没有办法治疗的这个疾病 它造成这个最后会造成死亡 那艾滋病呢 我们发现最多的是什么 就是说 这个人去出国 到东南窑 到哪一个国家去出国 然后得了这个性病回来之后 传染给他的太太 甚至传染给他的孩子 这个造成很大很大的一个伤害 所以这个跟性病啊 跟那个嫖妓有很大的关系 你要不要去嫖妓啊 我想我没办法给你很具体的这个答案 你自己去想看看 因为嫖妓可能引起的一个后果 是非常严重的 那我记得有一次啊 一个女同学问我 她说 我在安全期啊 跟我的男朋友发生性关系 可是他的这个业精啊 并没有来 这是怎么一回事 其实这个安全期啊 是日本人啊 这个叫迪也的 在1930年的时候提出来的 也就是说 下次业精要来的钱啊 14天是排卵 那在这前后的3天啊 这个是危险期 那在这个其他的期间啊 就是安全期 那这样这个算的时间啊 有很多人体质的关系 或者说他业精啊 并不是很规律的时候啊 这个安全期就不标准 甚至有很多人 他体质特异啊 他精子或是卵子的这个存活的时间啊 特别的长 所以有很多人讲说 这个即使是业精的 来的期间啊 发生性关系 都不见得是安全的 每一个人的特质都不一样 所以安全期并不安全 我想在这里 大家有所认识啊 那我记得有一次啊 我跟年轻朋友做座谈的时候 他问了一个问题啊 很有意思 他说有一次啊 他去他一个刚认识不久的 一个男朋友的一个宿舍里面 那看到这个男朋友啊 真是不得了啊 这个房间里面放了非常多的 这个色情录影袋啊 色情书刊啊 还收集很多你用的这个内衣裤啊 你用的这个丝袜 让他没有办法忍受 他就问我说 他的男朋友是不是一个色情狂啊 那我认为说 是不是色情狂啊 那这个要由精神科的意思来鉴定啦 一个男孩子 他喜欢看这个色情录影袋啊 喜欢看这个色情刊物 我认为这是很正常 因为这跟他的生理特质有关 但是他去收集一些 女性用的这个丝袜啊 女性用的内衣裤 我是觉得说 这个可能就有点过度了 就有点过度了 尤其啊 我们在法院工作的时候啊 竟然会办到一些偷窃人家 女性内衣裤的这些窃盗案 我认为说 这个就不应该了 这个是构成对别人的侵犯 就是危害的社会 那有一个男孩子问我说 她的手盈啊 是不是过度造成她的精神上啊 这个经常觉得说 没有办法专心啊 造成她花意词返 我觉得这个问题刚刚我没提过了 因为啊 这个手盈是不是过度 这没有一定的标准 但是我是觉得说 因为手盈造成你精神上 时间上的好会 尤其我们刚刚提过 很多男孩子 手盈的时候啊 可能会用一些器具 女孩子也有这样的情况 可能会把很多的那个器具 类似这个阴镜的东西啊 塞到的这个阴道里面 造成身体的伤害 我认为 这个比较重要了 我比较关心这样的一个问题 所以手盈是不是过度 你自己去衡量 如果在这一个手盈的过程当中 造成你精神上没有办法集中 或者你在时间上耗费很多 我是觉得你自己要去做一些调试 做一些调试 接下来跟各位谈一谈最近 在我们新闻报纸上 比较常常提到的 就关性变态的问题 那性变态的问题 其实项目蛮多的啦 包括暴露狂啊 包括性暴力啊 或者侵犯他人的这些性器官啊 我记得说这个都是 把归类在性变态里面 那性变态的处理啊 我记得我有一个邪解 我在警官校的一个邪解 他有一次 在这个路上啊 遇到这个 一个暴露狂 他看到这个暴露狂的时候 他的处理啊 这个经验让我非常的 这个惊讶 他既然刚开始他震了一下 但是不过呢 他走过去跟他讲说 这么小一根牙 现在拿出来修 结果把这个暴露狂啊 吓得这样落荒而逃 其实性变态啊 我们要很重要要了解说 这些性变态人 他要的是什么 像这些暴露狂 其实他要的是什么 看到别人在那边惊吓 看到别人在那边惊叫 他觉得说 这个得到了满足 那很多性暴力的人 其实他要的 有很多是要 那别人在那边挣扎 那边反抗 他觉得去制服别人 制服别人 让他得到啊 这个满足 那性变态的一个状况 存在于 大部分的正常人 存在于这个 我们正常人身上 只是说 我们的这个 可能不构成变态 只是我们有这样的想法 可能我们不会去这样去做 把这样去做 那我的看法是认为说 我们对这些性变态的 这些人啊 我们要怀着一个 看病人的心情 因为他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 他们是有病的 有病的 包括这些偷窥狂啊 偷窥的这些人 我们都认为说 他们是有病的 因为他们不只是 侵犯别人啊 而且还严重的伤害到自己 可是我可能想说 他怎么会伤害到自己 会 我就记得说 有一次啊 我办了一个案子 就说 一个小啊 一个国中的小孩子 他在坐公车的时候 他的鞋底绑一个镜子 然后去偷看别人的迷你群啊 或者在公车上面啊 去挖 公共厕所挖洞啊 游用时的意识啊 挖洞啊 或者先 你同学的这个群职啊 你看 他就侵犯了别人 造成他尊严上 很大的一个伤害 所以我们是觉得说 这些性变态的啊 或者偷窥狂 其实基本上 他自己很难去控制 他自己的行为 所以对别人是个侵犯 对自己也是个伤害 您如果有这样的一个倾向 要注意 要非常注意的 去了解说 为什么自己 有这样的一个倾向 是不是自己对自己的性的压抑 太过强烈 或者说对自己那种 智慧的这个感受太过深 我觉得这是蛮重要 去了解自己 这个倾向的一个原因 然后 甚至于去看一些心理医生 然后给自己一个比较 合理的一个治疗 我觉得对自己的帮助会比较大 那有一个女同学呢 就问我说 她一定要看着某一个 她喜欢的这个歌星偶像的这个照片 然后她才有办法打到 这个手营的时候 她才有办法打到高潮 她问我说 这是不是一种病 其实我认为说 这个是很正常的 就像刚刚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提到一些性幻想 你在手营的时候 你一定会有很多的幻想 那我是记得说 这是可以容许的 为什么可以容许的 因为你没有伤害别人 也没有给别人造成困扰 所以在这心理的困惑上面 我想给各位的记忆 就是说 你今天做了一个行为 你要去衡量看看 我是不是去侵犯了别人 或给自己造成很大的伤害 这就是很重要的 如果我没有侵犯别人 又没有伤害自己 我想这个行为就是合理 就是可以容许的 接下来我想跟各位来谈一谈 安全的性和健康的美 这里要跟各位谈的 就是婚前性行为的问题 很多年轻朋友都说 你情我厌 我们两个都是同意的情况底下 这个怎么会构成方法呢 在前一个单元里面 我们谈到法律常识的时候 我们跟各位谈过 这是犯法的 尤其你 这对象是一个14岁不满的 如果是男孩子对女孩子 发生性行为的话 这会构成尊强奸 如果女孩子对男孩子的话 这可能会构成强制维折 这个都是犯法的 那如果你想说 那如果他满14岁是不是可以呢 也是不可以 14岁到16岁 你跟他发生性关系 这构成这个奸淫诱你罪 我这个罪都是满身的 那各位可能会想说 他满16岁事实上就可以了 也不可以 如果他还没满20岁啊 你跟他发生性关系 我又引诱他离开家庭 这会构成合幼罪 我这都是犯罪的 那各位可能会想说 如果我们两个人都满了20岁 是不是就不构成犯罪 我想法律上虽然没有规定 但是如果一直跟有配偶的人 发生奸淫的关系 这构成通奸罪 所以我是认为说 婚姻以外的一些性行为 都是不好的啦 包括刚刚我们提到这些嫖妓的问题 因为啊你嫖妓啊 你一时的快乐啊 可能造成你无限的恶果 尤其是AIDS 这种可能传染给你的妻子 给你的小孩 造成你终身的伤害 有一个报导 是说我们台湾的厨妓 就未成年担任这个妓女的 大概有6万个人 那如果我们以每一天啊 他们其实似乎得到30 30个客人来计算 那每一天啊 他们因为嫖妓所发挥的费用 大概30亿 每一年啊 大概有上千亿的钱啊 是花在嫖妓上面 听起来非常害人敬文 那我们认为说啊 这个除剂的问题啊 不是防害风华的问题 也不是法律的问题 这是一个人道的问题 但是我们很多的年轻朋友啊 就是不知道会误入了这个陷阱 尤其是我们的报纸 打开一看 可能看到很多色情的广告啊 甚至有很多印针等等的广告 写着免金面啊 夜路数十万啊 或者真歌手啊 真公主啊 甚至于真那个公关人员啊 还有这个 兼职免金员啊 这个自由 夜啊 日新啊 我对我说这些广告 其实都是陷阱 那我们年轻朋友知道不知道 其实有很多都是知道的 尤其我在法院啊 我只是看过很多这个出击 我就发现说啊 这些孩子其实他都知道 只是他被物意所迷惑了 这个我们要去了解 今天我们暂时的去占有这些物质啊 那事实上我们要付出一辈子的潜出啊 这是得不上色 所以年轻的男孩子啊 我们一定要很清楚的去看到 去嫖妓这个行为的护益症啊 非常非常大 而且是有因果的 你今天嫖妓得病啊 可能造成你终身伤害 那我们一个女同学啊 不要受到这个物意的影响 想说你看我夜路如果数十万 你看我给你做多少事情 你可能领多少个夜市夜路数十万 人家把你的利用价值用光了 一脚就把你踢光了 踢掉了 你满身是病啊 那别人谁不敢要你的时候啊 你一点利用价值都没有 那你一辈子都完蛋了 那接下来讲跟各位谈一谈啊 我们所谓的美 我们所谓的美 那很多女孩子啊 就花了很多钱啊 去美容去瘦身啊 我觉得这有点不可思议啊 就认为说啊 这个好像外表是很重要的 那我看到很多的人啊 虽然拥有很漂亮的身材 很好的这个连蛋啊 但是却没有很好的婚姻 原因在哪里呢 他只强调他外在的 没有注意到内在的 所以在这一节里面啊 我想跟各位分享的说 爱跟性 并不想等等 很多男女朋友在交往的时候啊 很多女孩子都会因为爱 奉献了性 我觉得说爱跟性是不想等的 爱并不等于性 男女交往啊 也不只是只有性关系 应该啊 还包括了友谊 还包括了友谊 那两性之间的一个交往 我认为最重要就是爱跟尊重 不管任何一个情况啊 我们对于异性一定要非常地尊重 因为我们去尊重异性啊 也能够得到异性的尊重 好啊 我会轻易地对于异性啊 讲黄色笑话 或对于军政上啊 或身体上啊 有所骚扰 我觉得这个都是不对的 所以在这里 最后我想跟各位分享的是 两性之间 外性这个话题啊 我们一定要试试 就在什么怜悯 我们做什么样的事情 那对什么人 做我们该做的事情 不是夫妻 我们就不应该跟她 发生性关系 那在适当的地点 做应该做的事情 那跟各位讲说 我们没有发生性关系 我们在公开的场合 我们听闻 我们罗报 我希望这个也不是很恰当的 在适当的地点 也是很重要的 在适当的地点 做该做的事情 我记得我们 老祖宗啊 有给我们一个 健康的一个建议啊 就是啊 早上啊 不能喝酒 中午啊 不能够醒患 晚上啊 不能够喝茶 因为是很上升的 什么对健康是有意义的呢 什么对我们人生是有意义的呢 我想各位都是很清楚 而且去衡量 做该做的事情啊 是智慧 我做不该做的事情啊 是医师 让心啊 而滋落我们的生命 而不要障碍了我们的生命 而影响我们的未来 祝福大家 对我们人生是有意义的呢 我想各位都是很清楚 而且去衡量 做该做的事情啊 是智慧 好的 这是我们地点 做该做的事情 我记得我们 老祖宗啊 有给我们一个 健康的一个建议啊 就是说啊 早上啊 不能喝酒 中午啊 不能够醒患 晚上啊 不能够喝茶 因为这很上升的 什么对健康是有意义的呢 神对我们人生是有意义的呢 我想各位都是很清楚 而是去衡量 做该做的事情啊 是智慧 我都不该做的事情啊 是医师 让心啊 来滋落我们的生命 而不要障碍了我们的生命 而影响我们的未来 祝福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